第2401章 真仙将士 原魂灯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墨简离神色微动 盯着玉盒的目光 火热异常 韩丽只是淡淡地看着 未有丝毫一色露出 血染才暗松了一口气 这时黑灵已经将玉盒射到了手中 将俘虏和盖子一打而开 里面雷鸣声大响 一块半尺长金银玉牌 从中一飞而出 此玉牌表面电弧缭绕 无数金纹若隐若现 通体散发着惊人之极的雷电之力 这就是三清雷消浮 黑灵喃喃了一声 脸上难掩狂喜之色 灵兄 在下也取来了三颗修罗珠金盒 是否也看上一看 这一次 墨简离未等雪然说话 就抢先一步地开口了 雪然闻言 脸色一沉 就想也开口说些什么 但这时 白袍老者却一摆手 哈哈一笑地回道 几位放心 在下手中的雷消符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兑换诸位手中的金盒 无需担心什么的 若是如此 墨某就放心了 墨简离打了个哈欠 但单手一扬 仍将一个翠绿木匣 先一步抛了过去 雪然哼了一声 不甘示弱地 也将一枚储物灼拿了出来 同样飞快地一扔而出 只有寒丽 还稳稳坐在那里 似乎真的不担心 那雷消符万一不够的情景出现 白袍老者深深地望了寒丽一眼 袖子一抖 将雪然和墨简离的金盒一收而下 略意检查后 将另外两只贴着符禄的玉盒 一甩而出 墨简离和雪然 均都精神一震 将飞来之物都一抓到手 取下符禄 打开盖子 难掩兴奋之极的表情 寒道友 难道你不想换取雷消符 还是这一次空手而归了 凌王眨了眨眼睛 向寒丽寒笑地问了一句 空手自然不可能的 不过在下想先问一下 林兄手中还有剩几张雷消符了 寒丽微微一笑 不动声色地反问了一句 几张 道友难道这次 得到很多的修罗珠金盒 白袍老者 脸色终于有些异样了 寒丽只是黑黑一笑 并没有多解释什么 雪然墨简离等人见此 反不禁露出些异样之色了 要知道 当初他们一干人 从修罗珠族那边得到的金盒 明明刚好各自三颗的 怎么现在听寒丽口气 似乎另有一些在手的 白袍老者见寒丽这般模样 沉吟了一下 好一会儿后 才重新舒展开地说道 不瞒道友 这三清雷霄服 也算是我们邻族的 镇族之宝了 在下手中 也没有太的 除了换给雪兄三人的外 却只剩下两枚了 道友若真有这般 多修罗珠金盒化 尽可全都换走的 好 那韩某就再换取两枚吧 韩丽双目一眯 口中却毫不犹豫地说道 接着他手掌一翻转 灵光一闪后 出现一只玉盒 和一口池许长金盈小剑 韩丽手腕一抖 二物就化为两团白光的一飞而出 白袍老者下意识一抬手 就将二物一把捞住 为急着打开玉盒 却先好奇地向金剑上一扫而去 这事 仅仅片刻 灵王就一声轻疑出口了 望向金剑的目光 一下有些恍然了 呵呵 道友看出来了 这口飞剑 是我夺自小修罗戒中 一名强敌敌手中的 所用材料 正是那修罗诸金盒 并且足有三四枚之多的 原本共有五口 但四口都在激战中破碎掉了 只剩下这一柄 还算完整的 韩丽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一听这话 血染等人有几分恍然起来 这口飞剑 正是异性老者 用来催动时间之力的五口金剑中的一口 当时其中四口虽然被韩丽当场毁掉 但是最后 这一口却失控地坠落地面 却被韩丽后来悄悄地收了起来 看异性老者和修罗珠打的那般火热模样 能弄到如此多金盒来炼制飞剑 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过直接用金盒来炼制飞剑 还真是一种奇妙之极的想法 至于韩丽抛出的玉盒中 放的自然是其他三枚修罗珠金盒了 白袍老者一一检查无误后 面上喜色净显 痛快之极地将另外两枚雷霄服拿了出来 并交给了韩丽 对他来说 能提炼出的光阴之丝自然越多越好的 当然 关于美人另外三件宝物的承诺 凌王也没有悔诺之意 齐静真带着易干人 等去了地下一处藏宝室中 让韩丽等人随意挑选一番 如此一来 这一次凌族之行 众人真落了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几人得偿所愿后 没有在这扶林上多滞留什么 纷纷向凌王告辞起来 白袍老者客气了两句后 也没有多挽留什么 于是 四人分成两拨 先后飞出了林族圣山 韩丽和墨简离一离开后 直奔银月等 所在的墨林圣州停留处而去了 半日光景后 二人就在一座隐秘山谷中 一落而下 银月 诸果儿花石老族等人 一见韩丽二人 自然大喜之极 没有多久后 山谷中嗡鸣声一响 漆黑如墨飞巨州 顿时从中一飞而出 直奔人族方向飞射而回了 巨州底层的一件密室中 韩丽盘西坐在中心处 但在其身前处 有几样东西静静地悬浮不动着 一盏古灯 两块闪动无数电弧的玉牌 一颗五色圆珠 以及一个乳白色小瓶 这些东西 自然就是他此行的全部所得了 不可谓收获不小的 韩丽看着这几样东西一会儿后 忽然没烧一跳 一根手指冲一块玉牌上一点 呲啦一声 玉牌表面无数经文涌现而出 同时一道电弧 从上面一闪而出 正好记在了指尖处 一下化为 无数电丝弹射而开 他只觉手指微微一麻 整只手掌竟一下失去了知觉 同时表面呈现微微的焦黑 韩丽心中一领 体内真元之力猛然一提 滚滚法力 往手上一涌而去 原本有些麻木的手掌 一下恢复如常 同时表面焦黑一退 变得金光灿灿起来 不愧为传闻中的仙家密服 希望对抵挡天洁 真能有些用处 韩丽喃喃了一声 但面上却露出了满意之色 这才手掌一个翻转 取出了两支玉盒 将两枚玉牌 重新收进了其中 并一闪得不见了综艺 接着 他抬手看了一下身前后 单手冲那盏古灯 虚空一招 扑的一声 这件宝物一个晃动后 就凭空出现在了其手心中 韩丽双目一眯 仔细打亮古灯起来 这件宝物 竟然可以召唤出 和木兰盛情相似的 孔雀化身来 多半是有些来历的 再想一想 那异性老者 身为五光族之人 本体也是孔雀之身 和雌宝幻化的孔雀间关系 可就愈发的耐人寻味了 不过这件古灯 除了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灵文外 所用材料 也极其罕见 以韩丽见识之广 也无法全部认得出来 仅知道的几种材料 也都是珍稀异常 连他也暗暗吃惊不已 韩丽心中思量了一会儿 似乎有了决定 单手一掐绝 眉宇间灵光一闪 一根金丝积事而出 一下没入古灯中 不见了综艺 他双目却须须闭上了 竟就此开始参悟 这件宝物的玄机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足足一日一夜后 那根金丝才一颤下 猛然一卷而回 同时 韩丽神色一动 面露一丝喜色地 睁开了双目 圆魂灯 原来此宝叫这名字 实在太妙了 怪不得能从此宝 召唤出同样的孔雀灵情 原来根本是其一丝 惊魂所化存在 韩丽大喜过望起来 这件所谓的圆魂灯 根本就是一件 用来可以盛放 壮大分魂的奇宝 别的一些法器宝物 虽然也可以寄放 一缕惊魂分念 但时间一长 离开本体太久的话 这一缕分魂 除非彻底转化为独立存在 否则避免不了 衰弱溃散的下场 而有了这圆魂灯画 将一缕分魂放入里面 不但没有此忧 反在磁宝滋润下 会一点点地壮大起来 这缕分魂 最后再用一些 特殊秘术纪恋画 甚至可以成为了 类似身外化身般的 圆魂化身 而且 无论这化身多强大 因为有圆魂灯在手的缘故 也不用担心 有何反噬后果 若有条件的话 磁宝主人 就是将这圆魂化身 培育的 比本体更加强大 也是完全可行的 韩丽深吸一口气 望向古灯的目光 有些火热起来了 修为到了他这种程度 原先的第二魔音修为 相对太低了一些 对其辅助之效 实在不显了 他早就有在培育 一句化身的意思 这件宝物的出现 正好和其现在所用的 他仔细地重新 再检查了古灯鼠遍 真的确定 磁宝的养魂效果不假 并且没有其他 隐藏陷阱后 当即就将一缕 惊魂小心地 中入了灯中 至于等这缕 分魂强大后 再如何具体培养 这具原魂化身 他却是需要 再好好想一想的 韩丽袖子一抖 霞光一卷 就将圆魂灯 小心地收了起来 下面 他的目光 才一闪地 落到了那个小瓶上 这小瓶里面装的 正是那些 不多的玄武真血 此真血只要吞下 在用金哲诀 加以炼化后 足以让其金哲 变化神通 更进一大步的 说来也有些好笑 他原本以为 这金哲诀 记载的十二种真血 根本不可能 有人真收集权 将十二种变化神通 都掌握的 但到现在为止 他却不知不觉地 修成了真龙 天风 雷鹏 青鸾 五色孔雀 山月巨猿 等半数变化之多 若是在修成玄武之身 剩下几种变化 倒也不是不能再妄想一下的 真不知道 将十二种金哲变化 全修成后 在幻化的真灵之体 会强大到何种逆天地步了 毕竟这金哲诀 每多修成一种变化 其他变身威力 都已不可思议程度递增的 韩丽心中默默想着 手上 却已经一把将小瓶抓了过来 并打开盖子 扬手一口吞了下去 本章完 第2402章 真仙将士 法则心得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数日后 当韩丽在密室中 再次一张双目时候 已经将这玄武真血 炼化干净 啊 静静地重新思量 一遍变化法觉 单手一节法印 当即提表 霞光万道 一下幻化成一只 浑身有黑的巨龟 此龟族有五六丈之高 几乎塞满了整间密室 一块块黑油油裂开 甲铐上 隐约无数经纹流转不定 竟自发形成一层光幕的 笼罩其上 看起来神秘万分 不错 不错 也许这玄武变身综合能力 远不及巨猿 及其他数种变身 但单论防御能力之强的话 却绝对守屈一指的 韩丽只是略微检查一下 玄武之身后 当即心中有了结论 对此 他并不感到太意外 毕竟真灵玄武 原本就在诸多上古真灵中 以皮糙肉厚 而得享盛名的 霞光在一闪后 巨龟在密室中不见了 韩丽重新恢复人形地 出现在地面之上 他稍微平息了一下 体内因为变身 引起的真元震荡后 袖子一抖 单手虚空一招 那颗原本被挤到密室一角的圆珠 一个闪动 就再次飞到了其面前 珠子散发阵阵的空间之力 表面有五色霞光闪动不已 正是那颗山海珠 韩丽打量了这件洞天一宝一眼 二话不说的一念法觉 肩头一个晃 就在密室中消失了 下一刻 山海珠的洞天中 韩丽身躯 一个模糊地重新显现而出 下方正是那座巨型岛屿 韩丽目光四下一扫 没看有看到任何人影后 当即将神念移放而出 迅速扫过整座岛屿一遍 结果 眉头为之皱了一皱 岛屿上竟未见一名空余族人 难道他们 韩丽目光一闪 喃喃了一句 但下一刻 一根手指往眉宇间一点 放出的神念之力 一下狂涨数倍 巨大神念一阔之下 顿时将其他几座小岛 一照齐下 这一次 他神色一动后 终于发现了什么 当即顿光一起 化为一道青红的破空而走 不过片刻间的功夫 另外一座小岛上空波动一起 韩丽就顺一般地闪现而出 目光向下一扫后 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来 只见原本荒凉一片的岛屿 此刻遍布一座座崭新建筑 虽然高矮不一 但全程三角形状 并有一些半人半鱼的身影 在里面静静出出 正是空鱼一族之人 韩丽方一出现的瞬间 下方一些修为不弱的空鱼人 就发现了空中的存在 一声惊呼后 就地跪倒相伴 如此一来 其他人自然也发现了 韩丽存在 一经之下 同样地纷纷失起大力 片刻功夫后 所有空鱼人 就全都聚集到了 韩丽下方地面上 并恭恭敬敬地束手站立着 主人 你老人家终于在惊动天了 那名空鱼族长 却飞到了半空中 在烧下方处 冲韩丽惊喜地说道 怎么 不欢迎我来吗 韩丽微微一笑地说道 主人 说笑了 我等怎敢如此想的 空鱼族长文言 吓了一跳 急忙陪笑说道 哈哈 不用在意 我刚才的确是玩笑之语罢了 不过 那边明明还有更大岛屿 并且还有其他数个岛屿 为何只将你们一族 全集中在此岛上了 韩丽一笑后 又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这山海珠 既然已经被主人炼化了 自然也是主人私有之物了 我们一族金盟允许进入此空间 已经是天大福分 又怎敢肆意乱动什么 万一出什么差池影响了洞天 可是万死莫辞了 空鱼族长宫景的言道 放心 无需太过小心的 这洞天若是这般容易毁坏 也就根本称不上什么至宝了 这样吧 除了最大那座岛屿 先留下有它用外 其他几座小岛 你们尽可自由活动 韩丽不在意地说道 多谢主人大量 这样吧 我们一族在种植灵药上 还算颇有些心得 小的先在洞天中 给主人整理几块药田如何 空鱼族长面上一洗 口中称谢几声吼 又小心地说道 药田也好 就姑且先弄一块 看看如何再说吧 对了 上次你说 令孙女精通炼丹之术 不知是哪一位 韩丽不置可否地点下头 忽然想起什么的 又向老者问了一句 蓝药 快出来拜见主人一下 空鱼族长一听此言 不加思索地一转身后 冲下方唤了一声 蓝药 拜见主人 下方空鱼人中 一名面目清秀的少女一正 但马上腾空而起 恭敬地冲韩丽一礼说道 你就是蓝药 听令组说 你在炼丹上 颇有些天赋的 是否真的 韩丽上下打量了 此女几眼后 问道 家族之言 有些夸大了 晚辈只是对炼丹 颇有些兴趣 并不敢自称 有什么天赋的 少女似乎很少 和陌生人说话 露出几丝羞涩之意的回答 呵呵 不用太过自谦的 你的炼丹炉 和炼丹所用的一些原料 我都见识过了 若不是在丹树之道上 的确有很深造诣的话 恐怕根本无法使用这些东西的 这样吧 我有些和炼丹有关的问题问一下 你能回答多少 就回答多少吧 韩丽神色如常地说道 晚辈尽力吧 空瑜少女恭顺地回道 韩丽点下头 当即让下边 其他空瑜人先自行离开 就睁开口询问少女起来 以韩丽激进炼丹宗师的造诣 所问虽然并不算多深奥 但每一个问题都特殊异常 绝不是普通炼丹师能够回答的 但少女听完之后 无论思量多久 却大都能回答上一二出来 不过半个时辰后 韩丽就对少女在丹道上的悟性 也大敢吃惊起来 并最终露出了满意之极的神色 好 很好 以你的悟性 只要修为能够跟得上 以后在丹道之路上 说不定走得比我还远一些的 这样吧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除了在普通修炼上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支持外 在丹道上 我更可以专门给你一些特殊指点 让你最终成为真正的丹道宗师 韩丽略一成因后 就忽然说出了 让老者和少女都一惊的话语来 什么 主人愿意收药为徒 太好了 这自然是他天大的造化 叶儿 还不快快拜见你师父 空瑜组长闻言 几乎不敢相信耳朵所听 狂喜地说道 叶儿拜见师父 空瑜少女没有多犹豫什么 立刻冲韩丽 再次俯身拜倒下来 哈哈 起来吧 既然拜我为师 见面之理自然会有的 我这里有一些丹药 和一些修炼心得 你拿去看看 先将自己修为 提升到练须境界再说 等你一到此境界 我就会指点你练丹之道的 韩丽面露笑容地说道 随后单手虚空一抓 七八药瓶和两个 预检就一闪而现 同时飞向了少女 多谢师父 徒儿一定会经历的 蓝药接住药瓶和预检 欣喜说道 嗯 你先在洞天中 好好修炼吧 等我回到族中 自会接你出来 让你见一见 其他的师兄师姐的 好了 我也离开了 韩丽含笑地说了两句 又冲老者点了一下头后 手中法觉一掐 就要脱离洞天 离开此空间了 主人且慢 小老这里 还有一样东西相限 就在这时 空余族长在高兴之余 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上前一步 出言挽留了一下 有东西相限 何东西 韩丽见此 露出了亚然的表情 前辈请看 老者略一迟疑后 就从袖中 一下拿出一个有黑盒子 双手一捧地送了过来 韩丽目光微闪几下 袖子一抖 近一下横跨数丈距离 将盒子一卷过去 一根手指往上面一弹 盖子就自行一打而开 里面赫然放着十几件 大小不一的东西 有石片 玉剪 卷轴等等 这些事 韩丽并未马上去拿这些东西 反向老者问了一句 回禀主人 这些东西 是我们空余族历代大能之事 所留的一些 对空间法则的仓物心得 原本只能历代族长 才有资格浏览的 但我修为低下 根本用不到此物 故而愿意献出 让主人能够稍加借鉴一二 老者恭敬的言道 哦 你看出 我也身具空间之力了 韩丽看了老者 再望一下河中之物 不禁倾笑了起来 晚辈 身为空余一族之上 对空间之力的感应 比普通族人 要强上许多的 主人体内的空间之力 虽然不算太强 仍能感应出一些的 空余族长一滴手 神色不变地说道 既然你有此心意 这些东西对我也的确有用 那我就先收下了 好了 这次真的要走了 韩丽大有深意地点下头 将盒子一收后 步子一动 整个人拨动一起 一下真没入虚空 不见了踪影 下去吧 一二 你这次真是福气不小 看来整个族群的希望 多半还要放在你身上了 以后全族资源都会任你动用 争取让你早日进入更高境界的 空余族长一见 韩丽真离开了洞天 才只起身来 看了蓝耀一眼 倾吐一口气地说道 数个月后 一路无事 莫陵巨州在这韩丽等人 终于回到了仁族 而刚一回到族中 他们立刻就得到了一个大吃一惊的消息 本章完 第2403章 真仙将士 熬笑之语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什么 我祖父七天后 就要渡劫了 怎么会来的这般快 不是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吗 银月金鹿之急的 冲面前的一名天渊城修士大叫道 此刻 他们已经身处天渊城中的传送大殿处 眼前站着的 正是一名轮值的天渊城长老 韩丽等人 刚从这位合体七 长老口中得知了 这惊人之急的消息 玲珑仙子 熬笑前辈似乎在闭关时出了些差错 所以才不得不提前渡劫的 连多一日时间都无法再拖延下去了 为此 圣导还特意向本城调用了一些宝物和法器 否则本城也不可能知道此消息的 这名面孔有些陌生的妖族长老 苦笑的冲宁月说道 不过他望向莫简离和韩丽的目光 自然恭敬至极 七天的话 就算一路上尽量动用传送法阵 多半也来不及了 根本无法将雷霄服 在其七日内送到其手中的 不过 若是敖兄能够在天节下多坚持束热的话 我们说不定还有机会的 莫简离脸色连变树下后 如此的说道 既然这样 还等什么 马上赶回圣岛吧 希望真能来得及 马上将我们传送到 离圣岛最近的大城去 韩丽神色阴沉 但冲眼前 要求不加思索地吩咐道 是 晚辈马上就安排 这名妖族长老 从韩丽等人 对话中听出了一些什么 心中一领后 当即躬身答应道 他立刻吩咐传送殿的一些卫士 开始解除一个传送法阵的禁止 并飞快安上一些零食去 等这一切方一做完后 银月一个闪洞后 立刻冲入了法阵中 韩丽等人自然紧随其后了 灵光一闪 韩丽等人 立刻从传送阵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日后 两族圣岛附近的天边处 破空声一响 一艘漆黑如墨的巨舟 一闪的浮现出 并发出痴痴声的 直奔圣岛急驰而来 在此方向巡逻的一些圣岛守卫见此 急忙飞驰而来 不过当这些人一看清楚 巨舟前端明映的一个陡大的古文后 顿时一惊地纷纷驻足停下来 面线宫颈之色地 冲巨舟失离起来 敖笑现在是否 在岛上渡舰 巨舟尚未飞到这些人面前 一声力喝 却先从里面一船而出 接着巨舟前人影一晃 一名老者一晃而现 正是莫简离这位人族大成 拜见莫前辈 敖笑大人 如今不在圣岛中 而在离圣岛十万里外的 红云谷渡节 如今岛上所有长老都去那边 为敖大人护法去了 一名炼须等阶卫士 急忙上前一步地回到 红云谷 莫简离微微一正地自语了一句 而几乎同一时间 黑色巨舟莫一个颤抖 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从众卫士前一闪而过 朝另一方向急驰而去了 众圣岛卫士见此 不见面面相去了一下 大半个时辰后 黑色巨舟仍在万丈高的虚空中 击舍而行着 但此刻巨舟前端 除了莫简离外 韩丽 银月等人全 尽数出现在了那里 所有人面色全都凝重 无比望着前方 银月脸庞上 更是焦虑至极的神色 韩丽此次灵族之行 得到了两张围消符 回来方一见他的时候 就明确表示 愿意将其中一张 交给敖孝老祖 好让其能够多几分 渡劫的把握 这自然让其欣喜至极 可万万没想到方一族中 就听到敖孝老祖 会突然提前杜劫的消息 这自然让银月心中万分忐忑 砰的一声 银月怀中忽然传出一声 低沉的闷响声 仿佛什么东西 在体内一下暴力而开 银月脸色刷的一下 一下变得苍白无邪了 月儿 出什么事情 韩丽一下就发现了银月的异样 心中一沉 不禁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来 银月眼圈一红 为回答韩丽所问 反而一张口 喷出了一块鲜红色的金银玉牌来 此玉牌不过巴掌大小 但表面映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男子背影 韩丽目光一扫后 就立刻发现 这男子背影异常熟悉 赫然正是敖笑老祖的画像 不过此刻 玉牌上的背影 赫然便不密密麻麻的裂纹 并且正以肉眼速度飞快增多 几个呼吸间功夫后 整块玉牌就一下化为粉末的 从手指尖散落而下 银月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站在原处一动不动 到了此时 韩丽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叹了一口气后 就站在一旁的静静相陪 未再开口说什么 倒是莫简离见此 眼角骤然跳动几下后 仰手望天的头 也不言语任何一声了 诸果儿化石老祖等人互望一眼 更是大气 不敢喘一下了 莫邻聚舟 却仍以先前惊人速度 一路急驰着 在过来近半时辰后 前方灵光一闪 忽然十几道顿光 迎面击射而来 韩丽见此眉头一皱 台族轻轻一点聚舟 一声嗡鸣后 非洲顿时停在了高空中 这时 前面那些顿光几个闪动后 纷纷出现在了聚舟附近处 光芒一脸后 各自现出了身影来 正是那一干圣道长老 拜见韩前辈 莫前辈 两族修士一看见聚舟上的 韩丽莫简离 先是一喜 但马上面带悲痛之色的 冲二者攻身失礼起来 熬笑 可是没有度过天节 莫简离阴沉面孔地问了一句 回禀前辈 敖大人刚刚陨落在了天节之下了 只留下了护身的两件残缺宝物 和一枚灵河 为首一名老者恭敬地回道 我祖父灵河在谁手里 交给我吧 银月漠然冷声地开口了 原来玲珑道友头也在这里 按照敖笑前辈的遗嘱愿 他老人家灵河 原本就应该交到仙子手中的 老者一见银月开口了 神色疑速地回道 接着他袖子一抖 取出了一个淡黄色木盒 双手一捧地飞上了巨舟 交到了银月手中 银月身形微微发颤 但一咬牙后 仍当众打开了木盒 只见一颗拳头大的蛋白色金盒 散发着熟悉气息地躺在盒中 在金盒旁边 还放着一口蛋白色半截小剑 以及一口缺了半边的黄色小钟 银月用手指轻轻抚摸了金盒一下 抬手冲韩丽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想要好好静一下 这段时间不要让人打搅我 话音刚落 银月就不再理会任何人的一转身 向船舱中一飘而去了 韩丽默默默地看着银月身影 为出言拦阻什么 好一会儿后 他才回身冲一干圣岛长老吩咐一声 你们也上圣州吧 关于敖笑道友杜劫的过程 好好给我和默道友讲述一遍 任何细节都不要漏掉了 是 我等一定如实向两位大人讲述一切的 老者神色一宁 毫不犹豫地攻身回到 韩丽点点头 就让这些圣岛长老也登上了巨州 半年后 圣岛某座不大的灵山之顶 韩丽双手倒背地站在一颗翠绿灵风下 默默眺眺望着远处一片被薄薄白雾笼罩的小山谷 面无表情地不知在思量着什么 忽然他背后波动一起 一道淡黄色人影无声地浮现出 冲韩丽一礼后 就恭敬地站在一旁束手而立了 月天 心动府事情可是有眉目了 好一会儿后 韩丽才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这人影正是海大少 其清传弟子之一 回禀师父 弟子按照你老人家的要求 亲自勘察了两族的大半领地 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要求的地方 我等弟子随时都可以搬迁过去了 海大少恭恭敬敬地言道 哦 心动府地址是何地方 韩丽神色一动 终于回转身来 回禀师父 心动府在乌鸦海中的一座岛屿上 此海虽然身处两族间偏僻之地 但灵气极为精纯 而且天生大半海域都被两仪磁力笼罩 略加改造化 就可作为一种极力还护府禁止使用的 海大少老实地回道 既然有这般多好处 那就选此地吧 你们回去收拾一下 过几日 我们就离开圣岛了 韩丽点了下头 说道 是 师尊 不过银岳师姑没有事情吧 他老人家到现在还未走出闭关之处吗 海大少迟疑了一下后 问道 银岳虽然还没有出关 但我有一种预感 他应该就在这几日出来的 韩丽重新回身 望了一眼远处的山谷 神色不变地说道 原来如此 那弟子马上就去督促门下 开始准备搬迁洞府之事了 海大少自然对韩丽之言深信不疑 当即在攻进一礼后 就倒退几步地飞离了小山 韩丽则仍静静地站在林松下 眺望着远处之地 不知过了多久后 忽然前方山谷中雾气一滚 一道白红击事而出 几个闪洞后 就出现在了韩丽上空 韩兄 我已经没事了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一名翘生生的银银女子 漠然现身而出 冲韩丽嫣然一笑地说道 好 走吧 我已经找到了好一块 不错的地方做洞府 以后 我们可以先安稳一段时间了 韩丽微微一笑 同样温和地回道 自己的洞府吗 太好了 真想早一日 亲眼看上一看 银月双目一亮地说道 本章完 第2404章 真仙将士 乌鸦海与原河岛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人妖两足间的一片大海上 一片由上百座岛屿组成群岛中 一座方圆万里之广的巨型岛屿上 各种顿光 或起或落 足有数千钟低阶修士 正在岛屿各处忙碌不停着 以这座巨岛最高一座山峰为中心 一座座楼台电雨 在附近山脉中拔地而起 同时一一赶赶的阵旗 一块块阵盘 更是被这些修饰 在岛上各处布置的到处都是 一圈圈的静置波动 就此浮现出 在最高飓风的山腹之中 寒历正在将一块头颅大小的黑白原石 放入一座树亩大小的巨型法阵中 在此石头方仪放入的瞬间 顿时整座法阵嗡鸣声大响 无数金银符纹从各处涌现而出 而那颗黑白原石则表面黑白霞光一闪 一股异样波动从中一卷而出 一下消散到了虚空之中 这个法阵真能够让催动两一磁光 遇敌于岛外吗 银月站在寒历背后注视着一切 此刻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呵呵 放心 这座两一万影大阵 是我参考一种上古法阵 才得以布置出来的 因为整座岛屿下方 埋藏了数条大型磁光地脉 全力催动此法阵的话 不但可以遇敌于岛外 甚至还可以将法阵范围 再向外扩大十倍以上的 寒历摸了摸下巴后 说道 若是这样的话 这座原河岛可算是安然无忧了 那两一磁光的威力我已经见识过了 只要下面磁脉无损 就是大城存在一个不慎被困入其中化 也足以暂时困住一段时间的 银月轻笑了起来 不光如此 我发现 整个乌亚海磁脉 似乎都聚集在了磁这片群岛之下 其他岛屿下面同样也有磁脉存在 虽然都不如原河岛地下的强大 但也足以布置一些简化些的两亿万影阵 如此一来的话 这些法阵和本岛可以相互呼应 足可以将两亿磁光威力再提升小半 静置范围再扩大到一个惊人之极的地步 寒历看了激发的大阵一眼后 有些自得地说道 若真能到这一步 整座乌亚海都算是固若金汤了 寒兄也算有一片真正的记忆了 银月眸光转动几下后 有几分感慨之意地说道 呵呵 怎么 你有些羡慕了 我没记错的话 狼族那边似乎又派人过来了 你真没有意思去见一下吗 若肯回去的话 狼王之职肯定非你莫属的 寒历转手过来 微笑地言道 我根本无以此职位的 狼王之职 就由那些老家伙 自己去选吧 现在我只想让修为更进一步 也能进入到大成境界 如此的话 才不会被你给甩得太远了 银月文言 却白了一眼地说道 既然月儿不愿意担任狼王 那就不要回去了 至于你修炼的忘情觉得 我翻查了许多点击 终于发现 似乎也并非像熬笑前辈所言的 无法再逆转而回的 韩历点点头后 神色忽然凝重几分地说道 什么 你说 无情觉还有办法逆转回来 可是祖父他老人家明明说过 除非我愿意 将修为重新打落回恋须境界 否则根本无法废弃此法觉的 而一旦放弃此法觉 我以后修为 也再难寸进了 银月一听这话大喜 但马上又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 忘情觉彻底废弃的话 的确是不太可能 但是将其从体内单独分离的话 倒不是不能办到的 韩历双目微眯几分 缓缓地回道 单独分离 这话是什么意思 银月有几分不结起来 的话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 还是颇为的麻烦 我长话短说了 就是你可以炼制一句化身 将忘情觉修炼出的真元之力 全都转移到这句分身上 如此一来的话 那些负面情绪 应该有很大几率 会一同从体内脱离而出的 韩历神色肃然地讲道 这样做 就能摆脱掉忘情觉 银月还是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 普通分身当然不行 而且忘情觉真元 一旦被分离后 你的修为同样会掉落回炼虚境界 唯一的好处 不会再有修为难以寸净的问题了 并且重新修炼回合体境界 也不会再有任何瓶颈了 唯一的问题 就是 你需要多花费些时间修炼而已 韩历一五一十的象棋说道 只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相对能解决忘情觉缠身的问题 根本不算什么了 不过 你这种推断 大概有几成的把握 银月还有几分犹豫的问道 多的没有 七八成还是有的 但要将忘情觉从体内分离出来 光靠你 一人肯定不行 必须有一名 无论修为还是神念 都远超你的人辅助 才有可能的 你要真下定决心的话 我自会亲自出手相助的 韩历正色的言道 七八成 这般多这足够了 但培育一句分身 可不是容易之事 而且听你口气 普通分身还不行的 银月一咬牙地说道 放心 就算失败 你也不可能有性命之忧的 另外分身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韩历文言 笑了一笑 袖子一抖 身侧顿时绿光一闪 一具绿蒙蒙的身影 一下浮馅出了 咦 这不是你那句灵驱吗 难道要把它送我当分身来用 银月一看清楚 绿影的真面目 大吃一惊了 这绿影 赫然正是含立的 那句之仙灵驱 你猜对了 这句灵驱 原本就和一般化身不同的 本身并不具有丝毫灵性 只是一句空空曲窍而已 平常操纵 我只是 让曲儿或者一丝神念 祭付其中而已 现在我修为大镜 这句合体七灵驱 并无太大作用啊 送给你正好合用的 因为其之仙锁化曲窍 所以本身纯净之极 能轻易融入各种真元之力 外加已经有 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 容纳你的忘情绝真元 完全不成问题 而更不用担心 岂有任何反噬的 韩丽一边说着 一手则掐绝 冲灵驱虚空一点 顿时灵驱通体绿光狂闪 一阵模糊后 不但身躯一下 变得苗条婀娜 面容五官更是变得 和银月一般无二精致了 只是肌肤仍然是淡淡的绿色 银月见此情形 有些目瞪口呆了 韩丽忘了几眼灵驱 心中也不禁有几分感慨 她原本还寄希望 此灵驱在神秘绿叶焦筑下 可以修为一路非常不停的 但可惜不知什么原因 这灵驱在合体后期圆满境界后 无论动用多少绿叶也在男友丝毫突破 始终无法进入大乘境界了 后来她在魔戒血压城中曾经得到一枚妖灵之骨 原本寄希望灵驱炼化此灵骨后 能够得以顺利 进阶大乘境界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知仙灵驱炼化灵骨后 竟然意外地 仍未能得以突破大乘瓶颈 倒是曲儿这丫头 从此灵骨传承记忆中 得到了几种不弱的神通 这自然让韩力大失所望了 在此种情形下 这灵驱自然不如送给盈月 用来解决忘情觉的问题了 既然韩兄真心将灵驱化身相送 那月儿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有这句化身的话 我对此次解决之法 就更有几分信心了 事不宜迟 小妹现在就回去 记恋这句灵驱 等到百日后 应该就可以开始解决 忘情觉的问题了 盈月轻吐一口气后 带有几分异样的冲含力说道 这也好 你早一日将忘情觉问题解决 也就早一日放心下来 在你闭关期间 我会监督门下 将洞府和所有法阵 彻底修建完毕的 到时就可全力助你 分离体内真圆了 韩丽露出一丝笑容的点下头 盈月冲韩丽奄然一笑 单手一掐绝后 整个人就化为一团虚影的一闪不见了 韩丽这才不慌不忙地再回转身来 开始测试其眼前法阵衍生的各种静止来 他之所以这般急着解决盈月的忘情觉问题 自然是在为不久后的远行做准备 因为这一次要去其他大陆 一路上不知会遇到何种麻烦 他自然不愿再让盈月跟着一路冒险同行了 毕竟灵界不小 他虽然自负遇见再大危险 自保绝无问题的 但对身边之人可就不好说了 韩丽计划数年后的其他大陆之行 除了朱果必须待在身边外 就只打算再带上花石老祖这名随从 朱果是因为探查小灵界通道 必须借助其神念之力 不得不待在身边 花石却是因为精通水属性神通 若去其他大陆十有八九可能会用得上 想到这里 一个深藏许久的倩影 在韩丽心头一闪而过 但又深吸一口气后 又被其暂时放在了心底深处 一大陆之行若是顺利 不久后 他就可见到倩影真人了 现在他要做的 还是先将这座两亿万影大镇 彻底布置完全 别留下什么漏洞才行 三年时间一闪而逝 圆河岛上和三年前相比 早已截然不同了 此刻岛上不但灵气 比以前更加盎然几分 在大小山头之间 还多出了一些灵晴异兽 或盘旋飞舞 或悠然走动 一些殿与楼台间 更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傀儡假式 沿着固定的路线 面无表情地来回巡视着 让仙境般的画面中 凭空多出几分森然的冰煞之气来 忽然最高飓风上传来数声悠扬的忠鸣之声 附近其他山头建筑中 无数顿光冲天气 全都直奔飓风顶部 激射而去 拜见祖师 恭喜祖师出关 数千钟高阶修士 在山峰上一线身而出后 全都冲面前的一座银色宫殿 俯身参拜 本章完 第2405章 真仙将士 2306章 黄原子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这些修士 大半都是契林子等人 原先所收弟子 另外一些 则是这三年间 海大少等人去人妖两族之地 新招收的门人 按照韩丽计划 不光这三年 以后每隔十来年 都准备扩充一下门下人数 如此一来 相信不过数百年 其门下人数 足以达到普通大宗的规模 在经过数千年的精心发展后 岛上化神恋须等级别弟子 定会层出无穷 一些潜力极大弟子 就算达到合体境界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时 韩丽也已经将自己居住的宫殿 取名为清源宫 相信原和岛清源宫的名头 不久后就会响彻整个风源大陆的 这时 在数千清源宫弟子注视下 韩丽带着银月诸古尔 以及海大少几名直传弟子 徐徐走出了银色宫殿 全都起身吧 我即将离岛远游一趟 今后岛上一切闲杂事 等由岳天来负责 而清源宫那一切 则由你们银月诗姑处理 你们可有什么意见 韩丽一转身 冲身后 树人淡淡说道 弟子 谨遵师尊之命 无论海大少 还是蓝耀等 新晋弟子 全都攻身回道 你真不打算带上我吗 我虽然跌落到了炼须境界 但是一身神通还在 并且还有了合体期的灵区化身 就算遇到一般大成 也有一分自保之力的 银月盯着韩丽 缓缓说道 不行 你的灵区化身 刚刚转移完真元之力 必须花费十来年时间 巩固才算真正大成 在此期间 你必须留在清源宫中 我才能安心的 韩丽摇了摇头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既然韩兄真的决心以下 小妹就不再多说了 一路保重吧 银月眸光微微一闪 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放心 若是顺利的话 说不定百余年时间就可返回 应该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的 花石 猪果 上路吧 韩丽神色为之一环 面露一丝笑容地说道 接着又冲白果 和化石老祖一声吩咐 下一刻 银色宫殿上空波动一起 一艘漆黑如墨的巨舟 当即浮现而出 韩丽身形一动后 就一个模糊地 直接出现在了船手处 猪果 花石当即恭敬地答应一声后 也各自化为 一道长红的射向了巨舟 片刻功夫后 在封顶群修的再次叩拜中 莫临圣舟就一声 瘟鸣地腾空而走了 只听了几声破空的痴痴声 巨舟就彻底消失在了 天天寂静投出 一片翠绿草原之上 数以万计的牛头马身的兽群 正滚滚地向前拼命狂奔着 这些兽类 大都是普通野兽 根本连灵智还未开启 只有少数达到 低阶妖兽水平的 或被生双翅的直接飞行 或刮起 阵阵妖风 裹住全身的滚滚而行 忽然一声 洞破长空的怪笑 一下从后方传来 接着天空中 赤红霞光一卷 三颗山岳般的巨大头颅 一下在兽群上方浮下而出 这三颗头颅 遍布油绿色粗厚鳞片 眼珠君都身黄无比 瞳孔则细长刺目无比 赫然是巨蟒之手模样 三颗头颅方一现身而出 就同时大口一张 露出满嘴巨韧般獠牙 向下方狠狠一息 轰隆隆的巨响 一下响彻整个草原 青黄红三种不同颜色 霞光一卷而下 铺天盖地般的将下方草原 全都遗照齐下 瞬间功夫 下面奔腾的兽群 无论是否开启灵智 全都身躯猛然一颤的腾空而起 飞鹅头火般的 像三颗巨蟒口中飞扑而去 不过几个呼吸间功夫 上万牛头马身的怪兽 竟全都被三颗巨蟒头颅一吞而空 中间一颗头颅 羊手打了一个宝格 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 一个摇摆后 顿时变得模糊不清 似乎就要像出现时的那般潇洒而去 但就在这时 一侧另外一颗巨蟒头颅 却双目金芒一现 并漠然 向一侧某个虚空中 丝鸣一声 接着口吐人言的轰隆隆说道 乃一位好不轻而至 大将 光临我这碧云小众 此头颅的话语声 立刻将其他两颗巨蟒头颅一惊 猛然四目 扫向同一方向 凶光闭露而出 哼 三拳道友不用惊慌 多年不见 可别来无恙啊 一声轻笑传来 另一个陌生声音 忽然从那边虚空传了出来 话音刚落的瞬间 虚空中淡淡灵光一闪 一名枯瘦如柴的黄袍男子 一下无声地闪现而出 并笑盈盈地 看向三颗巨大头颅 咦 原来是黄袍子道友 怪不得能使我这碧云小众 静置如无物 这般轻易地就闯了进来 中间盲手神色一松 也口吐人言地说道 但语气明显异常地冷淡 三拳道友这话 可是说错了 这碧云小众布置的静置 实在非同小可 就算我能破解 也绝不是十天半日能做到的 之所以这般容易出现这里 完全是因为此宝缘故 叫黄袍子的枯瘦男子 低笑一声 手掌一个翻转后 顿时一间白蒙蒙光团浮下出 里面隐约有一扇数寸大小的迷你牌楼 金雕玉镯 闪闪发光 酒患如一门 酒患老怪是此宝如性命 怎会落在你手中的 中间巨蟒头颅一件牌楼 终于无法保持镇定了 一下尸声叫出口外 很简单 自然是在下瓶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他相借的 黄袍子哈哈一笑地说道 哼 说服 你当我是三岁孩童不成 这等宝物 若是仅凭言语就可借得到 我立刻把头颅揪下来 给你当把玩之物 中间巨蟒头颅 当即脸色一沉 声音有几分阴森起来 仅凭言语也许不成 但若是加上一项天大好处呢 黄袍子双目一眯地回道 什么好处 一直没有说话的最后一颗巨蟒头颅 冷声地问了一句 三颗长袁丹 每一颗可以推迟天结三千多年时间 三颗足以让九幻老怪位 下次天结多出万年的准备时间 说不定以后 就能凭此挽回其一条性命的 黄袍子打了个哈欠地说道 你倒是出手大方 长袁丹可是你们长袁族的圣药 不知多少外人 想求得一颗 而不得丝毫门路 你一出手就是三颗 怪不得九幻老怪 愿意将本命法宝 都想借给你了 不过 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我可对长袁丹 没有太大的兴趣 别指望用它打动我什么 中间巨蟒头颅哼了一声 有几分猙獰的说道 道友对长袁丹 也许不放在心上 但不知对名誉震惊 是否有些兴趣 看上一看的 黄袁子文言丝毫不动目 反而面露一丝角色的言道 名誉真经 你手中有此物 这不可能 这一次 三颗巨蟒头颅 竟同时脸色大变地 撕鸣起来 似乎这东西 对他们极其重要模样 这名誉真经是何等宝物 小弟怎可能会有此物 也不敢有的 不过 我却知道 其中半部的一些线索 不知三全兄 是否还感兴趣 黄袁子似笑非笑的言道 半部 此话当真 中间巨蟒头颅 瞳孔中 寒光一闪地追问一句 在下都亲口 向道友名言了 又怎可能是虚狂之语 黄袁子面不改色的言道 好 你如何才肯 将这半部名誉真经的线索 如实相告 不要告诉我 你这才来找我 只是来叙叙旧而已 三颗巨蟒头颅 全都露出沉吟之色 半晌之后 中间头颅才冷冷地问道 三全道友 真是明白人 我此行的确是有事相求的 我要阁下助我 去对付一名大敌 除了道友外 我还请了不灭洞的不灭天尊 黄袁子尝出了一口气 但声音骤然一冷地说道 不灭天尊 你将这煞星也请动了 请他出手的代价 比给我的指高不低吧 到底是何大敌 竟让你如此处心几虑 三颗巨蟒头颅 同时一闪的凭空消失了 但在原来虚空处 却一下 幻化出一名满脸蛇纹的青年道士 双目赫然瞳孔倒数 和巨蟒一般无二 盯着黄袁子 里面凶光闪动不已 青袁子此人 你可知道 黄袁子嘴角抽搐了一下 有些咬牙切齿地 说出一个人名来 从未听说过 不过你叫黄袁子 那人叫青袁子 莫非此人和你有些什么源源不成 应该也是一名大成存在吧 三全道人文言 脸色一灵 这人和我有何渊源 你就不用问了 你只要知道 此人和我知仇不同待天 而杀了他之后 你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行了 另外 此人不但是一名大成 而且还是我等大成中 比较厉害的家伙 起码一对一情形下 我自问不是其对手的 黄袁子阴沉面孔地缓缓回道 是这么麻烦的家伙 若是这位青袁子珍这般厉害的话 我们三人联手击败他不难 但想击杀的话 恐怕不太可能吧 他打不过我们 难道还不会逃走吗 三全道人眉头一皱地说道 我既然付出这般大代价 请二位道友出山 自然有几分把握的 他马上就要经历一场大天节 能不能渡过去不说 但是起码是灭杀他的一个千载难逢良机 黄袁子胸有成竹地说道 本章完 第2406章 真仙将士 月龙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对付同阶存在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此事评到要好好考虑 一二才行 三全道人眉头紧锁 半赏后才 神色凝重地回道 这个自然是应该之事 这样吧 黄某在这里等候道友几日 若是三日内 道友愿意跟出山 助我一臂之力的话 我二人就一同上路出发 若不愿的话 我则去找血远侠的仇怨道友 他修炼的吸水大法 用来对付同阶存在 也是极有奇效的 黄原子神色不变地说道 好 三天后 我自会给你一个答复 三全道人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 单手一掐绝后 身躯就一个模糊地 从草原上空消失了 而黄原子则黑黑一笑 大袖一抖 一雾从中一飞而出 轰得一声巨响 草原上金光万道 近凭空多出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数名貌美如花的宫装女子 带从殿门中一走而出 同时冲黄原子脸刃剑里 口称主人不已 黄原子微微一笑 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宫殿内 飞灵族附近的画面上 一座黑色巨舟正在高空击射而行着 巨舟前后甲板上 各自站着十几名气息强大的 魔精傀儡假释 一有不知好歹的 海兽跃出海面时 当即就有几具傀儡手臂一动 立刻密密麻麻的光柱一喷而出 这些挡路的海兽 当场就被洞穿的千疮百孔 凭空气化为了乌有 在巨舟最顶层 一间布置典雅的大厅中 韩丽在一把淡银色椅子上 正微闭双目地思量着什么 花 石老祖和诸果 均都恭敬地站在椅子后 虽然有莫林圣州待步 并且韩丽也不是第一次进入蛮荒世界 但相对从乌鸦岛出发之时 也已经是两年多后的了 在韩丽附近的另一把椅子上 却坐着一名白色衣衫的冰冷女子 双目微微泛红 眉宇间却有一个古怪的鲜红符纹 若隐若现 血泊道友 前边不远处就要进入飞灵族区域了 风源大陆如此之大 想来道友也是第一次来此地吧 韩丽转手冲椅子上 女子一笑地说道 这名白衣女子 正是冰破仙子的那句血泊化身 两年前韩丽离开乌鸦海后 并未立刻进入蛮荒世界 而是先去了许家 将此女一同接了出来 此刻此女听闻韩丽所问 当即一躬身 有些恭敬地回道 韩前辈 晚辈的确从未接触过飞灵族 不过倒是听闻 此族拥有数种和上古真灵有关的神通 颇付盛名的 飞灵族是当年我游历的地方之一 有一名至交好友 在此区隐居修炼 我路过此地 自然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二的 倒是你说的那条 通往一大陆的传送名额事情 真的可靠吗 别等我们大老远地到了那里 却是空欢喜一场 韩丽随口解释了两句 语气忽然一变地问道 前辈放心 那赫连商盟是临界不多的几个 横跨三个大陆的隐秘势力之一 就算比起饺吃等超级大族 也不见得弱上多少的 这才能够拥有跨大陆传送法阵 由于特殊原因 商盟每隔一些年 都会拍卖一些大陆间的传送名额 当年要不是切身本体 曾经侥幸成为了商盟贵宾 拥有参加拍卖的资格外 我也根本无法知道此事的 今年就是此种拍卖 会再次召开的时间 要是下一次的话 也许要等上数十年 甚至二三百年都有可能的 故而参加这拍卖会的各族强者 绝对不在少数的 血魄详尽的解释说道 赫连商盟我现在倒也知道一些的 但当年要知道 有这种拍卖会的存在 韩某从雷鸣大陆返回的时候 说不定就不必搞得这般麻烦了 但话说回来了 以我当年身份 恐怕也没有资格接触到 这赫连商盟的 韩力轻笑一声地说道 的确如此的 拥有跨大陆传送名额的拍卖会 即使对赫连商盟本身来说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外人要参加此拍卖 除了有人介绍外 本身也许是各族有一定身份之人 或者本身就拥有合体以上修为 那就可以无条件地直接参加此拍卖会了 以韩前辈这等身份若要参加的话 恐怕对这拍卖会负责之人来说 凡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血魄焉然一笑地说道 希望真能这般顺利吧 另外到了这时 我也不瞒你了 这次带你同行 虽然是因为之前的协议 但传送进雷鸣大陆后 却不能马上再继续传送 需要在此大陆稍豆流一段时间 要寻找一样东西的 希望血魄道友到时略加见谅一二 韩丽点下头后 目中又有一丝异样闪过地说道 妾身都已经等了如此长时间 再多等一些时间又算得了什么 前辈有事情尽管先去处理 晚辈这边没有丝毫问题的 血魄不加思索地言道 血魄道友如此想 韩某就安心了 不过道友放心 我要找的拿东西 并不是多难寻觅的 不会在雷鸣大陆浪费太多时间的 韩丽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以莫灵巨洲丝的庞大体型 一进入飞灵族领地内 自然引起诸多飞灵强者的注意 但无论哪一只飞灵人 神念稍易接触 从巨洲上散发出的大成及可怕气息后 全都大惊失色地 纷纷退避三尺 飞色巨洲所过之处 所有飞灵族高层 装聋作哑般的 根本不敢阻拦分毫 直到第五日 黑色巨洲已经顿入飞灵族领地深处 正从一片湖泊上空一掠而过的时候 忽然前方传来一声嘶哑的苍老声音 不知是哪一族 道友降临我飞灵一族 在下月龙 还望道友出来相见一二 话音刚落 前方天空乌云滚滚 一阵狂风逆卷后 一个千余丈长的九头怪鸟现身而出 此怪鸟九颗头颅均都凶恶争宁 但偏偏一身淋雨五彩斑斓 艳丽异强 同时身上散出的恐怖凌压 几乎笼罩前方半边天空 似乎不下于黑色巨洲上传出的大成气息 那滚滚的话语声正是从九头怪鸟 一颗巨大头颅口中传出 原来是月龙道友 在下人族韩丽 来贵族之地 只是拜访一名旧人 并无他意的 道友不必担心什么的 黑色巨洲前端甲板上青色人影一晃 韩丽就笔直地闪现而出 冲前方庞然大悟淡淡地说道 韩丽 莫非就是前些年传闻的 在魔界截杀鸣虫之母的那位人族道友 九头怪鸟一惊 话语不禁急促了几分 人族若是没有第二位韩丽的话 阁下所说之人应该就是在下了 但不知道有从何知道 在下这点虚名的 韩丽目光微微一闪 却平静地反问一句 哈哈 果真是大名鼎鼎的韩道友 道友光临壁族 真是本族彭壁生辉之事 一定要到在下洞府坐上依二才行 在下有一好友 曾经应邀去魔界对付那头鸣虫之母 回来之后 对道友当初的救命之恩 和斩杀鸣母的神通 可是再三提起的 九头怪鸟一听完韩丽之言 大喜过望 提表黑风一卷而过后 竟幻化成一名身高两丈的丑陋老者 其身披斑斓羽衣 单手组着一根看似普通的黄木拐杖 用惊喜的目光看向巨洲上韩丽 原来如此 不知道有这位好友是哪一族人 说不定在下认得一二的 韩丽神色一动地在问道 在下这位好友 是长生族的原非道友 不知韩兄可听说过 月龙不加思索地回道 长生族 原非 阁下这般一说 在下还真有些印象 是开始被困使魔之地的那些道友中的艺人吧 韩丽偏头想了一下后 有几分恍然了 嘿嘿 长生族是我飞灵族静灵 而原非道友和在下 也一向交情深厚 神通不小 但前次被困魔戒一段时间后 却着实损失了一些元气 如今正在闭关苦修的关键时期 否则一旦知道韩兄到此 一定会亲自出来 相见一二的 不过在下洞府离此不算出 韩道友一定要去坐上一坐才行的 月龙略加解释了几句后 就热情至极地再次发出了邀请之意 既然月道友盛情难却 那韩某就先叨扰一二了 韩丽在甲板上略意沉吟后 觉得实在不好直接回绝 也就点下头的一口答应下来了 太好了 道友且随我来 月龙大喜 丹族一踩虚空 就化为一股狂风地向远方滚滚而去了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一下吧 我去去就回了 韩丽转手向背后刚出现的花石血破等人说了一句 体表清光一闪后 化为一道长红的破空追去了 花石老祖等人自然在原地纷纷地攻身应鸣 以韩丽和前方月龙的大城修为 顿速之快自然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虽然二者均未动用权力 但是一个多时辰的功夫后 也一口气横跨数百万里之遥 来到了一片葱绿山脉环绕的盆地上空 在这盆地中心处 赫然有一座千余丈高的巨大石塔 足有百余层之多 盆地四周还另有众多高矮不一其他各类建筑 但都远远离开巨塔十里之外 根本不敢靠近的样子 本章完 第2407章 真仙将士 吉原经与重原肃灵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在这些建筑中 许多形象各异的高阶飞灵人 进出不停 颇为热闹的模样 但等天空中漠然一黑 月龙驾驭狂风一出现的时候 盆地中的飞灵人全都大惊 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全都立刻就地跪倒叩拜起来 韩道友 此地是我的七大洞府之一 修建的还算比较特殊 道友 你我一同下去吧 月龙在狂风中一线而出后 向下方巨塔摇摇一点 就冲身后紧搁而来的韩力说道 韩力也从盾光中一线后 点了点头 就向下方巨塔 徐徐一路而去 月龙更是身形一个模糊 直接夹带一股黑风的 扑入巨塔顶层入口处 一盏茶功夫后 韩力已经身处一间 不知异常华丽的大厅中 并坐在一把赤金色椅子上 在对面处 月龙坐在同样颜色的另一把椅子上 举着手中一盏翠绿酒杯 并且热情异常地说道 韩兄 这虎原酒 是用七七四十九种灵草酿制而成的 饮了后 不但具有恢复法力的奇效 更有几分清神醒目的作用 也算是难得的灵酒了 的确是难得的佳酿 道友倒是口福不小 韩力端起酒杯轻饮了一口后 眉梢一盏 称赞了一句 韩兄若是喜欢 不如多饮几杯 月龙闻言 眉开眼笑威力丝 那韩某不客气了 韩力微微一笑 将杯中灵酒 全都一饮而尽后 另一只手虚空一招 就将身前桌上的酒壶射了过来 自行地再倒上了一杯 哈哈 韩兄 喜欢此酒就行 除此之外 我这里 还有一种外面轻易无法见到的宝物 道友不妨也见上一二 月龙笑着说了一句后 双手轻轻一拍 啪的一声后 门外当即脚步声一动 三名侍女打扮的非林族女子低手地走了进来 并排成一行地站在了韩力身前 韩力目光一闪 没有在这几名侍女 娇艳如花的脸庞上了榴莲什么 而是望向他们手中捧着的一件件淡银色托盘 在这些托盘上各自放着一块巴掌大的金砖 颜色不同 但表面光滑异常 一块深黄 一块浅蓝 还有一块则赤红如火 这些事 韩力神念往上面一扫而过后 脸上有几分动容起来 这三块金砖上分别散发着土 火 水三种截然不同属性的气息 并且纯净之极 似乎比那些极品零食 还要精纯许多的样子 韩兄觉得这几块极元精如何 它们都是 岳某自己炼制出来的材料 无论是用来炼制法器 还是替代零食使用 都是玄妙无比的 岳龙一直注视着韩力的表情 见其露出吃惊的神色后 发出一声低笑地说道 极元精 不是先天之物 是道友自己炼制出来的 韩力真的脸色一变了 不错 这些材料是小弟用一种秘术 才侥幸炼制出来的 其中不但浪费了无数珍稀原料 更是失败了无数次 但能得到这三件东西 但岳某仍然觉得大为所值的 岳龙有几分自得地说道 秘术 韩力双目微眯了起来 哈哈 韩兄 先仔细去鉴赏一下这些东西 小弟再仔细解释 也不迟的 岳龙露出几分神秘之色地说道 好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韩力点了点头 单手向前随意一抓 那块淡蓝色金砖 在银盘上一个颤抖后 立刻腾空而起 稳稳地落在了其手中 韩力略一低手 扑斥一声 一根金丝从眉宇间击视而出 一闪地没入金砖中不见了踪影 同时双目徐徐闭上 月龙笑眯眯地看着此目 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 好一会儿后 韩力眉稍一条 双目重新一针而开 眉宇间的那根金丝 一闪地从金砖上溃散消失 好精纯的天地能量 里面所含灵气 应该是同体积极品灵石的四五倍以上 纯净程度跟非一般灵石可比的 但里面结构有些怪异 既然有先天灵魂在其中 炼制法器的话 应该会形成某种特殊神通吧 就不知其坚韧程度如何了 韩力有几分凝重地说道 韩凶果然会眼如巨 竟将这极元经的特殊处 大半都说了出来 至于其坚韧程度 道友仅可自行一事的 月龙双目一亮 扶掌一笑地说道 既然道友这般说了 那韩某就是上一事了 韩力脸上一丝异色闪过 下一刻一张口 一根青丝发出破空声射出 围着手中金砖飞快一绕 又一闪地击射而回 淡蓝色金砖蓝光大胜 表面浮现出一道浅浅剑痕 接着一圈圈淡蓝色色光运 一闪而现后 剑痕迹就以肉眼可见 速度飞快变淡消失了 重圆素灵 此材料竟然具有素灵奇效 韩力一下失声出口 韩凶一眼就看出了素灵特性来 真不愧为如此大名声之人了 不错 不光这一块 其他两块机缘金 也均都具有此种奇效的 用此种材料炼制的宝物 除非本体彻底的飞灰烟灭 否则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都可自行修补入出的 一些本命宝物 虽然也有自行修补的特性 但那必须在主人不停用真元培育 并且花费时间之久 也远非用重圆素性材料 炼制宝物可比的 故而 其中的价值之大 就不用再多说 什么了吧 月龙脸上一丝亚瑟闪过 但口中缓缓地说道 具有重圆素灵的材料 不光在灵界 就算其他界面 也是罕见之极了 更何况 此物能应接我见光一击 而不被一展而开 可见在坚韧性上 也绝对非同小可的 道友将这集园金突然拿出来 不会真的只是 让在下评论一番吧 韩丽把玩这手中的金砖片刻 才若有所思地 冲对面说道 道友真是快人快语 那小弟也不绕弯子了 在下邀请韩兄到此 的确是打算 有一事相求的 而是成之后 就用这三块集金 作为报酬相赠 道友觉得如何 月龙先是一正 但眨了眨眼睛后 马上面不改色地说道 一块集园金 价值就不小了 道友竟然愿意 以三块相赠 所求的事情 不太简单吧 道友姑且说上一说 韩某再决定吧 韩丽眉头一皱 打亮了手中金砖两眼后 不动声色地回道 此事对一般大成 或许有些困难 但对韩兄这样的大能存在 却不值一提的 在下费尽心机地 炼制出这种集园金 就是想用这种材料 炼制一件五行至宝 要用来抵挡下次大天节 但是 月某花费了数千年苦功 才只能炼制出水活土 三种属性的集园金 若想得到其他两种属性的此材料 就必须有人相助才行的 韩兄应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月龙略一犹豫后 也就坦然讲道 道友想让韩某 帮忙炼制集园金 韩丽闻言 大感意外起来 不错 不瞒韩兄 这种集园金的炼制 必须借助不同属性的天地之力 才能形成的 前面三种属性的集园金还好 月某虽然失败次数不少 但总是成功了几次 唯独炼制后面的金木两种属性的集园金 引下的天地之力 实在太过惊人 已经不是在下能够抵控制住的 这才不得不 请到韩兄头上的 月龙冲韩丽一抱拳 异常诚恳的言道 若真只是帮忙控制天地之力 在下倒不是不能出手相助的 不过 韩某还有两个不解之处 希望道友再解惑一二的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谨慎地问道 韩兄尽管问就是了 在下知无不言的 月龙大喜 不加思索地说道 道友是第一次见在下吧 既然想找人帮忙 为何不邀请其他相识之交做此事的 其次 我帮你控制引下来的天地之力 不会有什么想不到的极大危险吧 毕竟天地之力变化莫测 微能深不可测的 另外 道友怎肯定 韩某能帮你炼制出其他属性的机缘精来 就不怕在下力所不歹吗 韩丽看着月龙 目中 又精忙一闪而过 韩兄原来只是对在下有些不放心而已 哈哈 这很正常 换了月某遇到这种事情 只会更加小心几分的 不过道友放心 这些问题 月某都可一一解答的 月龙听完韩丽所问后 反而哈哈一笑起来 哦 那在下就吸耳恭听了 韩丽神色不变地说了一句 第一个问题 是因为道友没亲眼目睹 在下所引下的金木两种天地之力 才会如此想的 这后两种天地之力源 比前三种难以引出 故而强大程度 也是前三种天地之力的数倍以上 根本不是一般大成能够抵挡的 在下当时试过两次 就不敢再尝试第三次了 月某好友虽然有几个 但论修为神通程度 却不过和月某差不多程度而已 自然同样 无法应对的 这两种天地之力威能 而且 对这天地之力的控制 又绝对不是靠人数多就可以弥补的 只能交于一人控制 才能运转如意 将这极元金炼制出来的 月龙神色一速 开始认真的讲述起来 至于第二个问题 若是在下说真的丝毫危险没有 自然是太虚假了一些 但只要做好充分准备后 控制天地之力的危险程度 的确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的 起码前两次月某想操控这金木两种天地之力的时候 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 月龙说到这里 话语微微顿了一下 最近宝宝夜里比较馋人 搞得我白天也有些筋疲力尽 这些天更新可能有些混乱 还望大家多多见谅一下 但我会尽量保证更新的 本章完 第2408章 真仙将士 再见今月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在下根本别无选择 若是在一年内 再无法炼制出金木两种属性的极元金 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 眼下 也只有韩兄 最有希望助我成功的 月龙脸上满是苦笑之色了 没有机会了 此话怎讲 韩丽有些意外 韩兄不知 这天地之力 引出并非简单的事情 不但需要寻觅特殊的灵地 而且还需事先预测好准确时辰 算出天地间的星辰之力变化时期 才有可能成功的 我先前之所以能这般 顺利炼制出前面的极元金 是花费了极大代价 请足中一位占卜师 耗费许多寿元 才能准确预测到星辰的变化 引下所需属性的天地之力 根据其预测 金木两种属性的天地之力的星辰变化 原本就是极为难出现的 若不在预测时期内 抓紧炼制极元金的话 下一次出现 就不知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 月某根本没有时间空等下去的 必须在所剩一年内 炼制出极元金才行 要不是今日忽然碰见了道友 在下原本打算冒险去请动一位名声 并不太好的老怪物出手相助的 现在有寒兄的话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了 起码寒兄肯去魔界冒险 斩杀明虫之母 就出这般多灵界道友来 在诚信上应该更值得相信一些的 月龙一口气说出了许多话来 韩丽听完这一切 神色不变 但心中却各种念头飞快转动 暗自做着一些判断 好一会儿后 他轻吐了一口气 说道 虽然我对阁下的了解并不多 但刚才的回答让我还算满意 而且也看不出 倒有用虚言欺骗我的必要 这样吧 若是帮你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话 这我可以先答应下来 但是 报酬除了这三块材料外 新炼制出的其他两种属性机缘精 我也要各要一块的 而且 这三块材料 要当作预付定精 现在就交付才可 没问题 道友放心 引来天地之力的灵地 正好就在附近不远处的 随时都可马上开始炼制的 至于这三块机缘精 现在已经是道友的了 月龙大喜地说道 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道友如此说了 韩某也不会拖拖拉拉的 月道友真觉得有必要 我们现在就可启程去那灵地的 韩力满意的一笑 袖子一抖 一片霞光往其他两个银盘上一卷而去 一闪后 就将三块机缘精 全都收入了起来 很好 没想到 道友也是这般豪爽之人 不过要引发金木两种天地之力 小弟还需要稍做些准备的 这样吧 韩兄在我这里烧住一晚 明天再一同赶往灵地处如何 月龙文言欢喜 但略意沉吟后 仍然这般地说道 那就明天吧 那在下就在道友这里 叨扰一晚了 韩力想了想后 就一口地答应下来 月龙文言极为高兴 当即一声吩咐下去 一对对非灵族侍女 走进大厅中 将更多的灵果灵酒送了上来 下面的时间 这位非灵族大臣 当即和韩力 在这里推杯换展地闲聊起来 对了 在下想向月道友打听一人 不知是否知道一二的 韩力忽然想起来什么 向月龙问道 哦 只要在下认识之人 当然会如实相告的 月龙有些奇怪 但不加思索地回道 此人说起来 也是非灵族的道友 不过出身应该是五光族 一身五色神光神通 可是着实不弱的 道友同为非灵族大臣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此人吧 韩力盯着对方 缓缓地说道 五光族 此人姓什么 道友在何处见到的 月龙一惊 神色大变地急忙问道 刚才好像是韩某 向道友询问吧 韩力眉叹了口气 似笑非笑地说道 啊 月某失态了 只是道友刚才所问 实在出乎在下所料 我们非灵族 虽然在风源大陆 谈不上是什么大族 但族中 大城存在 也一向从未少于三人以下过 不过五光族的话 近百万年来 却只出现过一人而已 但当年这人 在刚一进入大城的时候 就立刻离开族中远行 从此年再无任何音传来 我等自然以为他早已经陨落掉了 现在月某突然从道友口中 得到一些消息 自然有些失礼了 道友可知道 本族这位道友的什么事情吗 还望向到一二 月龙神色很快恢复如常 并抱歉一声地说道 这就难怪了 可惜的是 我和这位道友 也只是多年前在蛮荒某一险地 偶然相遇过一次 除了知道姓义 见识了一下五色孔雀变身外 并未真交谈什么的 只是今日见到道友 才忽然想起此事的询问一二 韩丽神色不变地回道 姓义 那肯定就是本族那位五光族道友无疑了 原来他并未陨落 只是不知何缘故 还在外面游离未归而已 这真是太好了 希望义道友 能够早日重返族中 月龙长吐了一口气 面上重露出些笑容起来 不过韩丽 却从其笑容中 隐约看出一丝僵硬之色 似乎其和这位五光族大成之间关系 大为不简单的样子 韩丽心中顿时有几分了然 嘴角淡淡一笑后 随口一句话 就将话题扯开了 转到了修炼之上了 其对于异性老者真正的下场 是丝毫口风未露 而月龙不知如何 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略一名神后 真和韩丽交换一些修炼上的心得起来 但当二者交谈有些新奇的时候 听门外却人影一晃 一名非灵族侍女走了进来 冲月龙恭敬一礼后 说道 回禀老祖 外面有天蓬族金长老求见 老祖是否要召见他们 不见 什么人都不见 一点眼色没有 没见我正在招待贵客吗 月龙脸色一沉 不加思索地训斥一句 老祖恕罪 下面这名非灵族侍女 吓得花容失色 急忙地叩首请罪 就要再退出大厅去 且慢 是金长老 莫非就是天蓬一族大大长老金月 韩丽却目光一闪地 叫住了侍女 怎么 道有任的金月长老 月龙大感意外起来 当年和此女有过庶面之缘 也算是为救人了 就让她进来见一下吧 韩丽禄不置可否地说道 既然金长老是韩兄旧时 自然大不一样了 去 让金长老进来吧 月龙脸上一丝亚色闪过 但口中却丝毫犹豫 没有地吩咐一声 是 老祖 侍女兼月龙亲自下令了 自然没有二话地 应声答应退下了 结果片刻功夫后 一名被生金色羽赤 身披白袍的非灵族女子 随着侍女的走了进来 此女看似少女模样 面容普通 但却自有一股雍容气息散出 正是当年和韩丽 有过一番交易的 天鹏族大长老金月 拜见月老祖 金月一进入大厅 目光立刻落在了月龙身上 上前几步后 当即低手一礼 并不敢东张西望什么 不过在这一瞬间 其目光雨角 也从韩丽身上一扫而过 但除了隐隐觉得有几分眼熟外 心中暗暗一礼 能和月龙对面平坐的存在 肯定也是其他大成修士了 难道是其曾经就见过一面的其他大成老祖 金月心中不由自主的这般想到 毕竟韩丽现在修为和当初天壤之辈 无论气息还是神态 同样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让此女静一时间没有想到 这位昔日的族中圣子来 起来吧 金月 你不在族中主持天鹏族事务 到我这边来做什么 你应该记得 没有我亲自召见 百年内 费林族中任何一族使者 顶多只能见我一次的 月龙白手让金月起身后 淡淡地问了一句 回禀老祖 晚辈这次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不得不求到老祖这里来的 半年前 赤戎族忽然大举动作 无视族归地 侵占了本族十几条灵脉 数座城池 并无视晚辈警告地 将此区域天鹏族人尽数掠走 晚辈亲自找到赤戎族处 却被对方庶民长老联手击伤 不得不重返族中休养半年 才能勉强到老祖这边申辩此事的 金月禽手一抬 面线愤慨之色地说道 可 又是你们和赤戎族的事情 你可知道 此事我已经知道一二了 月龙文言叹了一口气 露出几分无奈之色地说道 什么 难道是金月心中一惊 一下想起什么的样子 不错 三个月前 赤戎族的大长老 就亲自跑老夫这边一趟 同样哭诉了一番 不过确实说 是你们天鹏族一年前先侵占了他们一族的领地 才会有这一次以牙还牙的报复举动 月龙缓缓地说道 老祖明见 这绝对是赤戎族的污蔑之言 一年前的事情 是另有缘由的 是赤戎族先 金月脸色一白 顿时情急地 想要解释什么 哼 我现在全心应对下一次大劫之事 你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夫又怎可能一一过问 是非曲折的 只要不是涉及一族生死存亡的事情 你不用再来找老夫的 现在下去吧 月龙声音一冷 面无比表情地打断道 本章完 第2409章 真仙将士 金刚风魔阵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可是老祖 赤戎族如此是大 这般下去的话 我们天鹏族纵然不会灭绝 也绝对会变得衰弱无比 还望老祖开恩 一定要为天鹏一族主持公道 金月文言脸色大变 急忙再次跪拜地恳求起来 哼 怎么 你没听到老夫刚才的话语 还是真觉得 老夫处事不公 月龙双目一眯 鼻中冷哼了一声 同时一股恐怖气息 骤然从身上爆发而出 金月 只觉四周虚空猛然一惊 整个身躯一下变得沉重无比 竟被这股恐怖气息 压得无法直升而起了 老祖恕罪 晚辈绝无此意的 金月脸色一下变得毫无血色 心中惶恐无比 算了 金道友总算和我也有过一番交往 看在韩某的面子上 不妨就帮起一把吧 一旁原本静静端坐的韩力 袖子一抖 忽然倾笑地说了一声 刹那经 原本压在金月身上的无形距离 在另一股波动干扰下 一下如同三月羊血般地 化为了无形 金月大吃一惊 不禁愕然地抬手 看向了韩力 哦 既然是韩兄说情 自然是小事一桩了 金月 还不快快拜谢韩道友的求情指恩 月龙面对韩力的出手 并没有生气 反而笑眯眯的满口答应了下来 是你 就在这时 金月终于从有些熟悉的声音中 一下认出了韩力 再见月龙这位非邻族老祖 这一般对待韩力的口气 脸上的表情自然是精彩万分了 什么是你 这是人族的韩力道友 一身神通 还在老祖我之上的 九龙文言脸色一沉 不怒自威地低喝了一声 韩道友 不含老祖恕罪 晚辈只是突然再见前辈 这才有些失态了 金月好一会儿 才压下心头狂雷般的亥然 急忙低手给韩力伸师大礼 虽然如此多年没见 但这点时间 对一位合体妻存在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韩力这位昔日和其做过两次交易 并且短短时间内 修为就和其并驾齐驱过的圣子 在此女印象中 自然极为深刻 可是如今 不过才又过数百年时间 韩力就再次气息大变地出现在面前 还一下成了和月龙 这位非灵族老祖平等相交的存在 如此巨大变化 再加上这般突然 纵然金月一向心机颇深 也在震惊中有些恍惚了 好了 下去吧 我既然答应了韩道友 自会抽时间 对你们两族的事情 加以调解一番的 月龙并未给金月多留什么时间 一摆手后 再次一板脸孔地吩咐一声 是 晚辈这就告退了 金月纵然满心疑惑和骇然无法解答 但根本不敢违抗地答应一声 但此女在直起身子的瞬间 仍忍不住地在打量了韩丽一眼 好肯定对方真是所想的那一位 而不是自己忽然眼花看错了什么 韩丽微微一笑 似乎猜出了此女现在心中所想 当即嘴唇无声地微动了几下 下一刻 金月耳中当即响起了传音声 不管我和天蓬族当年如何 但这一次出言相邦后 我和贵族间的恩怨就算了轻了 以后也不必再来找我了 金月心中一惊 正想再说些什么时 韩丽秀忠却单手一掐绝 一根手指冲其虚空一带女 轰的一声 此女足下忽然十几道银湖浮下出 并几个闪动后 就化为了一座小型雷阵 阵阵电光往其身上一卷而去 此女只觉四周景色一个模糊后 就一下从大厅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丽竟然施展雷阵术 直接将此女船送出了巨塔 好一招虚空传送 看来倒有神通之大 还在月某预料之上的 但如此一来 在下就更加放心了 月龙见此 却双目一亮起来 离在巨塔极远的一普通建筑上空 波动一起 金月在无数道银湖缭绕中 一下浮现出 她打量了四周的景色后 满脸的吃惊 再望了一望远处的巨塔 表情又一下变得阴晴不定了 第二天 当天空还有些灰蒙蒙的时候 一清一黑两道 顿光从巨塔中一飞而出 一个盘旋后 就发出破空声的 向某一方向击事而去了 大半日后 两道惊鸿就飞到了一片小型山脉中 并在两座小山中间的 一片洼地处一落而下 这里就是你找到的灵电 顿光一脸 韩丽现身而出 目光一扫左右后 眉头微微一皱地问道 这片洼地区域内 除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土坑外 地面赫然光秃秃一片 树里范围内 不但寸草不清 凸起的地方 全都被什么东西 硬生生一展而过一般 显得比四周地面 硬生生矮上一大劫来 唯一有些惹眼的东西 大概就是在这片洼地中心处 高高耸立的 一根青铜巨柱 此柱子足有百丈之高 表面明印有一层层的纹阵 但又袖迹斑斑 和有些残破 似乎年代很久远的样子 韩兄不要看这里不起眼 但先前此地 可不是这般模样的 只不过被前两次天结 接连轰击后 才变得如此荒凉 但适合接受天地之力的灵地 实在不太好找 也只能将就一下了 月龙在附近另一位置处 一闪而现后 大步向青铜圆柱走去 口中解释地说道 原来如此 不过倒有引发天地之力 不会只靠这件法器吧 韩丽点了点头 望了一眼青铜柱子地说道 嘿嘿 当然不可能 这柱子名叫金风柱 是我特意打造出 引来金属性之力的辅助器物之一 只因上次失败 受到些损坏 才没有加以收回的 现在要再引发 新得天地之力 自然要动用新的器物了 月龙黑黑一笑地说道 单手一挥后 数以百计的青色光团 漫天飞出 同时往洼地四周一落后 化为了上百根青铜巨柱的 分布在地面上 只是每一根都增量无比 崭新如初的样子 接着月龙又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默然一掐绝 地面上轰隆隆声大响 青铜柱子 全都一阵眼花缭乱的晃动 静寝刻间布置成一个巨大法阵 将月龙以及韩丽 全都围在了最中心处 金风柱一共一百零八根 正好可以组成一套金刚风魔阵 有了此阵的话 就可以大幅度削弱 下面索引天地之力的大半威能 道友在按照昨晚我所说的行动 就可以较容易地控制此天地能量了 月龙一等法阵定型 咒语声一顿地解释了数据 好 道友尽管施法吧 到时 我自会见机出手的 韩丽神色如常地回到 随后身形一个模糊 静一下 出现在附近一根青铜柱的顶端 双手一倍地站在那里不动起来 月龙见此 自然大喜 二话不说的袖子 再次连连甩动 密密麻麻地震齐阵盘 接连地狂涌而出 化为无数流营地 向洼底边缘处激射而去 不一大会儿功夫后 在青铜法阵外 又布置下大小不一的七八种其他玄妙精致 这时月龙在一张口 又一下喷出了五件截然不同的宝物来 一只白色的细锦玉瓶 一只紫金葫芦 一枚青色罗盘 和一口淡银色顶炉来 和一柄赤红雨扇 这五件宝物方一飞出 立刻在老者四周盘旋飞舞起来 即 月龙冲其中的青色罗盘 摇摇一点 砰的一声后 罗盘立刻迎风狂涨而起 竟幻化成了丈许般巨大 表面各种霞光一阵缭绕后 竟幻化出一片漆黑星空 里面点点荧光闪动不已 隐约对应着无数星辰 这时 月龙两手在同时一个翻转 手心中竟各自浮现出三颗淡银色圆珠 和一面黑沙般的丝网 并毫不犹豫地冲含力一抛而去 这是我昨日答应道友的两件 抵挡天地之力的宝物 道友只要善加运用 自然妙用无穷的 月龙面露凝重之色地说道 多谢道友之言 我自会小心使用的 韩力将这两种宝物一把抓住 扫了一眼后 淡淡地说了一句 月龙点了点头 就此的盘膝坐下 开始望着眼前的罗盘 静静无语起来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 足足两个时辰后 忽然青色罗盘幻化的星空 一阵模糊荡漾 上面数颗原本毫不起眼的星辰 一下光芒大放起来 并透过罗盘 隐约传递出一股诡异波动来 道友小心 星辰变化开始了 在下要开始引发天地之力了 月龙一见此景 双目骤然一亮 面露火热之色的大河岛 他漠然单手一拍地面 砰的一声闷响后 一股乌形波动 当即从其身下一卷而开 所过之处 地下全都轰隆隆之声大起 四周早就布置下的那些静置 也都同一时间的嗡名声大起 或幻化出一层层光木 或有一股股浓雾狂涌而出 在虚空中飘荡不已 至于挖地中的 那一百零八根青铜巨柱 却狂闪几下后 一枚枚金色符纹大量而起 放出刺目之极的金芒来 月龙见此 这才深吸一口气 一下站起身来 手臂一动后 冲那个紫金葫芦 飞快虚空一招 此葫芦一颤下 当即无声的倒转下 虎口处点点霞光一卷后 竟从中一下 喷出一股金灿灿的不知名粉末来 而这些粉末看起来细小无比 方一放出的瞬间 竟纷纷笔直地往地面坠落几下 似乎沉重无比的模样 本章完 第2410章 真仙将士 天地之力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几乎同一时间 月龙单手掐绝 一根手指 又冲那柄赤红雨扇 虚空一点去 雨扇霞光一卷 无数赤红符纹狂涌而出 一下幻化成了数倍之举 接着一个晃动后 就出现在了月龙身前处 并被一把抓住 月龙毫不犹豫地 举起雨扇冲落下的那些金粉 一挥而去 扑的一声 雨扇一下 迎风自然起来 踢掉一层层赤焰流转而起 同时 一股炙热飓风 一卷而出 那些金粉 一被此风卷入其中 发出晶莹亮光 并随风而起地 往高空一冲而去 并在最高处 纷纷一闪地 不见了踪影 这时 月龙却口中一声 大鹤冲飓风 喷出树团金蟹去 这些金学 每一团都漆黑如墨 方一接触 飓风的瞬间 就发出几声 巨响的暴力而开 化为了黑色魔焰 此拉一声闷响 黑色魔焰 一被卷入飓风中后 风筑火势 火界风力 静一下 狂增千倍以上 并顺势直上 转眼间 整道飓风 都化为了一根 汹汹的黑色火柱 直冲九霄云外 声势 毫不惊人 火柱之上的 更高处的虚空中 原本消失的金粉 在黑色火焰一冲之下 再次浮现出 并一个个滚动后 纷纷幻化成了 陡大的金色符纹 而这些巨大符纹 一散而开后 几乎遍布 大半天空 隐约形成一座 复杂之极的 超级浮阵 浮阵中 金霞万道 锐气千条 看起来实在惹眼之极 并散发出一股 让附近虚空 几乎凝质的恐怖凌压 直冲高空而去 与此相呼应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漠然雷鸣声大起 一团团白色光球 从肉眼无法看到的高空 无端浮现 并坠落而下 开始不过十几颗 数十颗 但转眼间 白色光球就化为了千颗 万颗之多 密密麻麻之下 仿佛无数白色流星 从天而降一般 金色浮阵中 然一股泛音之声传来 随之徐徐转动后 顿时一股无形距离狂涌而出 所有白色流星 在这股距离牵引喜爱 进军往金色浮阵中坠落而去 转眼间 就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金色浮阵中 轰隆声更响 金色浮纹疯狂转动下 一股比先前更恐怖的气息 隐约正在形成 寒道友 准备好了 天地之力就要下来了 月龙见此 不经反喜 口中一声提醒后 就掐绝冲附近的顶炉一点去 这顶炉当即迎风一晃 净化为百余丈高的庞然大物 同时里面光滑一起 各种材料如潮水般的翼涌而出 这些材料颜色各异 或拳头般大小 闪闪发光 或头颅般体积 漆黑如铁 但每一块都散发着惊人的精灵气 如此多材料一飞出巨顶后 略意盘旋后 就在附近虚空中悬浮不动起来 就在此时 高空金色浮阵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一道金光从中一喷而下 这金光开始看不过碗口粗细 一个闪动的到了下方后 赫然化为了水缸般粗大 里面清楚可见 无数纤细金丝闪动不已 尚未真的落下 四周虚空中就传出痴痴的破空声 给人一种锋利之极的感觉 月龙剑慈 脸色一沉 两手同时掐绝一摧 108根青铜圆柱 当即一个微颤后 竟同时在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一具具形象各异的青铜假式傀儡 一个个手中 法器各异 但同时自行的高高一举 刺耳的翁鸣后 这些法器中 同时化为一团团光运的暴力而开 当即一股狂风一下中间一卷而起 铺天盖地般的滚滚一掌后 就将整片洼地 全都遗照在了旗下 此风好不邪门 在震天的呼啸声中 竟隐约传出震震金歌之声 同时一股无名煞气 从中一散而开 仿佛里面藏有无数神兵 利刃一般 下一刻 高空的落下金光 一下没入到了狂风中 但当从中洞穿 再出的时候 体积赫然比原先缩小了近半以上 并一个闪动后 笔直地射入锯顶中 砰的一声 看似巨大无比的银色锯顶 在金光投入其中的瞬间 竟一个颤抖地发出 钟鸣般的巨响 同一时间 操纵磁宝的月龙 虽然面上丝毫一色没有 但体表灵光也晃了一晃 而此刻 高空中的金色浮阵中 轰鸣声震天 一道接一道 金光应声落下 并且间隔渐渐急促起来的模样 开始上百道金光落下的时候 月龙还能神色如常地 一一将所有金光 全都稳稳接下 但等上百道之后 落下金光 开始两道两道地连成一片的同时落下 它面上神色不由地 有几分凝重起来 虽然还能继续催动巨顶的阶下锁落金光 但是每一次巨顶 都仿佛被巨物撞到般的狂颤不已 同时月龙脸上 更是一次次的黑色霞光闪动不定 显然 它此刻开始有些吃力起来 在足下援助变成傀儡的时候 寒历就已经悬浮在低空之处 并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仍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一声晴空霹雳 金色浮阵一个模糊后 三道金光一下连接仪器的同时落下 下方月龙见此 脸色骤然一变 不由自主地扫了寒历那边一眼 结果 就见此刻的寒历 没稍微微一挑 一丝深不可测的灵压 从身上开始散发而出了 月龙这才心中一松 猛然一体体内真圆地 往头上聚顶中 狂注法力而去 银色聚顶一声嗡嗡后 顿时疯狂旋转而起 同时四周的一些材料 更是自行移动地 纷纷跳入里面去 并爆发出刺耳的碰撞之声 金光一闪 三道金光就连成一线的洞穿 狂风而出 虽然体积骤然小了大半 仍生是惊人的 直奔下方聚顶机事而来 就在这时 寒历袖子一抖 一根手指一动下 冲远处金光摇摇一点 雷鸣声一响 一道粗大金弧 从指尖处弹射而出 一个闪洞下 就顺移搬到了金光进前处 并一声轰响后 一分为三的同时 激在了金光 爆裂声大起 一根根金色电丝 瞬间在虚空中弹射不已 等所有电光一闪的消失后 三道金光体积 才再次缩水进半地 落入锯顶中 一声闷响 锯顶晃了一晃 但仍稳稳地接下了这些金光 下面的一波波金光 虽然落下间隔 更加短暂起阿里 但在寒历弹出的辟邪神雷削弱下 自然无法再构成什么威胁了 月龙见此 自然更加放心了 脸上黑气一浓厚 食指车轮般地 弹出一道道法觉 这些法觉 亦接触银色聚顶 均都无声无息地没入器中 顶中则金光大放 各种轰鸣声接连叠起 似乎无数材料 在里面争陆续地破碎开来 接着 月龙目光在一扫 那口细紧玉瓶 口中突然低喝一个豹子 顿时玉瓶表面 竖个白色符纹一闪后 就一下寸寸碎裂的暴力而开 在原处凭空多出了一朵 巴掌大的灰白色灵验 月龙双目金芒一闪 一根手指冲此朵灵验一点 又一个燃字骤然出口 扑的一声后 灵验滴溜溜一转后 银风一掌 竟幻化成一条三十几丈长的灰白色火蟒 身子一窜后 就一下扑到了银色锯顶下方 再猛然一个盘旋 当即滚滚白燕顺势爆发 一下在锯顶下 汹汹燃烧起来 锯顶表面 当即一道道密纹闪亮而起 并飞快从银色变为了赤红之色 顶中温度 更是瞬间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 大半材料碎片 纷纷在里面转红融化成枝 只有少数几件特殊的材料 仍然颜色不变地保持原来模样 但月龙仍眼都不眨一下地盯着锯顶 同时 一股股乌形力量 从其身上痴痴地席卷而出 将锯顶四周的剩余材料 也尽数地引入了顶中 并在掐绝地猛然一催 又一团金血一喷而出 这次黑色金血一个闪动下 直接没入汹汹灵念中 当即锯顶下白眼声势骤然一胜 再次狂涨大半 同时 此焰颜色在滚滚高温下 竟隐约转化成了淡金之色 锯顶中剩余的还未融化的材料 竟在金焰出现后不久 也开始徐徐地发软融化开来 但就在碍这时 高处的金色扶阵 则忽然一阵模糊地晃动 原本掉落的金光一胜之下 终于开始四道四道地坠落而下了 韩丽见此情形 双目一眯 手中弹出的金壶 嘎然一停后 单手猛然往身前一挥 顿时一只淡黄色葫芦 凭空浮下而出 并马上一个倒转后 当即上千颗金银沙力 从中滚落而出 去 韩丽袖子往前方一甩 口中毫无感情的一声嘀喝 顿时这些金银沙力 一个个弹跳而起 并纷纷一闪地 从远处消失不见 但下一刻 距顶正上方的虚空处 黄蒙蒙沙物一起 一颗颗磨盘大小金银巨石 凭空浮下而出 密密麻麻排列之下 近隐约组成一个不知名的巨大石阵 这时 空中金光已经连成一片的一闪而下 正好积在了石阵中心处 轰隆隆声大响 刺目黄芒狂闪之下 石阵中心处的十几颗巨石 当即被金光接连一展而开 但四道金光在此一组下 光芒大暗 在体积缩小了数倍以上后 才勉强地洞穿石阵而过 本章完 第2411章 真仙将士 清缘之节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如此这般的一连七八波金光 落入巨顶中后 原本轰鸣声不断地银色巨顶 忽然传出凄厉的刺耳间鸣声 月龙目睹此景 脸色大变起来 韩道友 拦住后面的天地精力 等我将前面练画后 再放进来 画音刚落 月龙一声大鹤 口中又接连喷出树团金蟹去 顶下灵验一吸入如此多金穴后 火势在位之一掌 几乎将整座巨顶 全都包裹其中 颜色更是一下变成金灿灿的赤金之色 其温度之高 附近虚空都一阵的模糊扭曲 顶中所有材料 更是化为了一顶废水 同时 里面点点金光闪动不已 韩力眉头皱了一皱 单手冲虚空一点 石阵中五色霞光一卷 密密麻麻巨石 以可怕之极的速度旋转起来 那些没入石阵中的金光 顿了几顿后 才更加暗淡地 从中洞穿而出 就在这时 韩力另一只手一扬 一片黑光击视而出 一个晃动后 化为了数亩大小的黑云 正好将射出金光一卷其中 黑云中 丝丝金芒闪动不已 赫然是月龙先前交给韩力的 那张黑色丝网 此丝网也不知是何物炼制而成 看似薄薄一层 但金光一落入其内 却无法震脱而出 只能在其中仿佛活物般的弹跳 闪动不已 韩力在远处单手掐绝 目光清冷的凝望黑云不动一下 显然在用莫大法力遥控磁宝 下方月龙 一件金光被黑云兜住 当即心中一喜 更是拼命催动灵验 炼化顶中材料 只见据顶中光闪动中 上百块金砖 正在徐徐熔炼而成 每一块都呈弹金之色 有巴掌大小的模样 好 韩兄将天地精力放下吧 不知过了多久 当黑云中金光 足有近百道之多的时候 月龙才再次冲韩力这边一声大喊 韩力略点下头 一根手指冲远处 黑云虚空一滑 扑得一声轻响 黑云中间一分下 凭空露出了一个持续长的缝隙 顿时一道道金光从中坠落下 被锯顶一一吸入其中 就这般 每当月龙高喊一声后 韩力就会催动黑云地将大半金光凭空拦下 等他有需要时 则再放开黑云 放出一部分天地之力 重新落下 如此一来 在韩力刻意控制下 月龙自然可以从容地专心炼制锯顶中材料 并能及时地控制所需天地之力的多寡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空中黑云中的金光数量 却积累得越来越多 一盏茶功夫后就足足有了七八百道之多了 即使韩力这般法力深厚之人 一次催动法力拦截这般多天地精力 面上也首次献出一丝凝重表情 韩力哼了一声 忽然袖子冲远处一抖 一团茶杯大小荧光从袖口一飞而出 方一射出 就迎风一晃地化为了房屋般大小 并一个模糊后 顺一般地没入黑云中 正是月龙交给韩力三颗银珠中的一颗 诡异一幕出现了 黑云中一声闷响后 一团银色光运爆裂而开 并一掌地将全部黑云笼罩齐下 当银色光运一脸的不见时 黑云中金光赫然同归于尽般的 也无影无踪了 只剩下黑云 人孤零零地悬浮在锯顶上空 三颗银珠 竟是专门克制这天地精力的一宝 如此一来 韩力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了 重新开始催动黑云的 将星落下金光拦截而下 月龙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韩力动用了银色圆珠 非但没有露出惋惜之色 反而脸上喜色一闪而过 能坚持到现在才开始动用银色圆珠 这已经是大大超出其预料之外的事情了 韩力法力之深厚 自然也让其心中暗暗骇然不已 看来他这一次真找对了人 这一次炼制极元经 应该大有希望成功了 这时的韩力 目光淡淡扫了顶中那些金砖一眼 心中却在思量 最后能真正形成的金属性 极元经能有几块 两个月后 地缘空间某片隐秘之极的山谷中 两名冒白衣女子 肩并肩的并列 站站在一颗枝叶茂盛的黑色 巨树之下 这两名白衣女子 一个身材娇小 神情万种 一个身材苗条婀娜 轻力无双 正神色凝重地 在交谈着什么 在山谷中心处 一座锯台拔地而起 通体翠绿玉滴 仿佛是用青色巨木 直接累气而成 并分为七层 每一层都足有十几件 试样各异的法器 摆放在边缘处 而在锯台最高一层处 翻旗招展 密密麻麻的 插有上百灯大小不一的翻旗 隐约组成一个玄妙之极的法阵 这些翻旗颜色各异 或霞光闪闪 或黑气腾腾 但均都散发着惊人之极的气息 明显每一件都是了不得的宝物 在歇翻旗中心处 却有一件直径持许大小的银色蒲团 摆放在那里 在锯台附近离许之内 则耸立着一座座材质不一的雕像 或是人形 或是走兽 但每一座都栩栩如生 并朝锯台方向半跪而下 足有上千座之多的样子 至于整座山谷 更被五颜六色的玉砖铺满了一地 让谷中隐约被一层淡淡霞光笼罩旗下 师姐 义父为这次天节准备了这般长久 度过应该有不小的把握了吧 可谓和这几日 仍然心事重重的模样 清丽女子望着远处高台 戴眉紧锁地说道 师父她老人间神思如海 岂是我等可以揣测的 不过依照我想 多半还是因为天节而忧心吧 毕竟万一渡劫失败 她老人家如此多年的修为 可就化为一旦了 娇小女子 目光闪动地回道 这也是 这大天节一次比一次凶猛 只要没有真正走出飞升这一步 就仿佛复古之躯般的永无止境 义父已经度过如此多次 这一次大天节的厉害 恐怕真不是我等可以想象的 只能寄希望 她老人家吉人天象 能够顺利度过此难了 反正不管怎样 我一定会洁净相助的 清丽女子沉吟了一下后 毅然地说道 然而 你苦修如纳神通如此多年 并最终进阶到合体境界 不就是为了想 今日能报她老人家大恩吗 可惜我并非天鹰之体 无法为师父 度洁净上丝毫力量的 娇小女子叹了一口气 这两名白衣女子 正是败入了清原子门下的 袁瑶严丽二女 其中 袁瑶甚至早已败清原子为义父 修为赫然 也已经有合体出妻的境界的 至于严丽 虽然同样身上伶牙不凡 但明显 还身处恋虚后妻的层次 而今日 正是清原子准备好的度节之日 为了能顺利度过此次大天节 清原子 不但利用各种秘术 苦苦拖延天节之日 并且花费了诺大心血 才终于 将袁瑶修为 推到了今日境界 为了就是袁瑶到时 能够示展一种罕见大神通 能够助其度过此次天节 袁瑶虽然知道此事 但在清原子用秘术 将其和严厉的半人半鬼之身 重新转化为常人之体 并能如此短时间内 就境界合体境界情形下 自然对这位义父感激万分 早已准备不惜一切的 助其一臂之力的 而这座山谷 就是清原子所选的度节之地 不但在谷中准备了诸多的度节手段 更是在山谷四周万里之内 布置下了数以百计的各种利害禁止 以防有人趁机对其不利 现如今 清原子正在离山谷不远的 一座临时洞府中 熏香木医和祷告 以求用最好状态 来面对此次大劫 袁瑶和严厉在此地交谈了几句后 就不再交谈什么 而有些焦虑地等候起来 足足小半日之久后 当天空中灰蒙蒙的云雾 开始渐渐翻滚起来 山谷中隐约有一丝丝诡异气息浮现的时候 远处天边忽然清光一闪 一团清光激射而来 几个闪动后 就漠然出现在了袁瑶严厉二人的上空 拜见义父 参见师父 袁瑶严厉当即神色肃然地翻身拜倒 这次天节 只有瑶儿才能帮上忙 瑶儿跟我过去 瑶丽 你留在此地 多加小心警戒一二 空中清光一脸 一名留有三尺常然 面容普通的灰袍老者 一下现身而出 并淡淡地冲二女说了一句 是 遵命 袁瑶严厉 自然没有二化的恭敬从命 青园子点点头 大袖朝下方一卷 顿时一片青霞飞卷而下 将袁瑶一包其中后 就一个恍惚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锯台最高层处拨动一起 青园子和袁瑶身形 就无声地显现而出 瑶儿 你且待在旁边 等我让你出手时 再出手 且既不可妄自出手 也不可迟疑物了良机 青园子冲袁瑶 神色温和地吩咐道 义父放心 瑶儿知道如何去做的 袁瑶深吸一口气 神色肃然地说道 哈哈 我自然对你放心了 不过这次天洁非同小可 还是要多加小心一二的 以防一个出错 被天洁牵扯进去 青园子笑了一笑后 仍然多叮嘱了两句 袁瑶自然点头乘势了 离山谷极其遥远的一片 乱石堆上空 高空中狂风大起 两只十几丈的漆黑巨爪 从风中一探而出 并猛然往两侧虚空使劲一巴 本章完 第2412章 真仙将士 大敌降临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此拉一声 虚空一下 被两只巨爪撕裂而开 献出一道千余丈长空间裂缝 黑影一晃 一个小山般身影 从裂缝中一脉而出 接着顿光一闪 另外两道惊鸿 紧随地击事而出 光芒一脸后 顿光中分别献出 一名青年道士 和一名枯瘦的黄袍男子 那巨大身影 提表黑气一散后 终于现出了庐山真面目 竟是一个头身弯角 背声树排短短骨刺的有黑巨人 面孔看起来和平常男子一般无二 甚至还有几分憨厚的样子 但身上流露出的气息 却给人一种近似窒息的恐怖感觉 不灭道友好神通 竟然只凭变化之身 就能撕裂虚空 让我等轻易地进入此空间了 黄袍男子向四周打量了几眼后 就面露笑容的冲巨人说道 哈哈 这多亏了黄兄用酒换如一门 先让此空间见面之力 松动了十之八九 否则单凭本作 又怎可能做到此种事情呢 巨人哈哈一笑后 提表一层黑盐一卷而骑 身形飞快缩小起来 化为了两丈高的巨汗 嘿嘿 话是这般说不假 但若没有道友用大神通破开大半的 见面之力 进入此地仍不可能的事情 黄袍男子黑黑一笑地说道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互相奉承了 频道跟你们到这里 可不是听废话的 还是赶紧找到那人 将事情尽快了解掉得好 旁边青年道人 面带墨绿蛇纹 两眼一番地冷冷地说道 其瞳孔竟然纤细树立 仿佛蛇童一般 三权道友不用着急 青园子这次即使开始渡天劫 也绝不是三五天就能结束的 这些时间足够我们赶到渡劫之地了 黄袍男子却不慌不忙地回到 这黄袍男子自然就是那黄园子 旁边二人则是另外两名赫赫有名的大成强者 不灭天尊和三权道人 看来 为了对付青园子 你还真是苦心谋划了许久 竟将其渡劫时间和地点都已经了如指掌 青年倒是文言 不禁瞥了黄袍子一眼 带有一丝异样的言道 这个当然 青袍子根本不是我们长袁族人 而是一族原神 侵占了我一位狄青族兄的肉身 才能修炼到现在这般境界的 那位族兄 当初对我有莫大恩情 我将原来信誓抛弃 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就是为了不忘大仇 希望有一日 能重新夺回族兄肉身 黄袍子声音一下森然了起来 原来道友和青袍子 真有如此大仇的 放心 本座一定会祝你报得偿所愿的 巨汉目中金芒一闪后 大嘴一脸 嗡嗡地说道 我可不管你和青袍子间的恩怨 给多大报仇 就出多少利 至于最后能不能真斩杀青袍子 主要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三权道人 却不应不扬地说道 放心 我找三权兄过来 主要是为了你的法阵造诣 凭借道友阵法大师身份 外加我的九幻如一门配合 青袍子不下的那些禁止 对我们来说 就如同虚设一般了 黄袍子并没有生气 反而胸有成竹地说道 希望真能如此吧 听说那青袍子对阵法之道 也颇为精通 现在为了杜劫布置的禁止 肯定非同小可的 三权道人神色微微一缓 口中不轻不重地言道 哈哈 我对三权兄可是信心十足的 好了 这就上路吧 这一次 我和青袍子 只能有一人可以活着离开此空间 黄袍子大笑了一声后 袖子一抖 就化为一道惊鸿的腾空而走了 不灭天尊和三权道人互望了一眼后 提表顿光一起 同样腾空地跟了过去 山谷之中 高台之上 青袍子赫然已经盘膝悬浮在十几丈高的低空处 数十口青色飞溅 在其身旁盘旋飞舞不定 面上毫不表情 双目紧闭不动 在其下方 上百面翻起 赫然灵光闪动 并涌出一层层的五色霞光 画画出无数枚艳丽符纹 漂浮在巨台之上 巨台下方各层布置的法器 此刻开始嗡嗡地低名不已 一道道锐气从中涌现而出 凭空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至于高台四周上千座雕像 却还保持着原先模样的一动不动 似乎巨台上发生一切 和它们根本无关一般 原谣则神色紧张地 站在一杆阵旗下方 抬手望着天空处 只见此刻的高空 赫然已经红云滚滚 一阵阵黑风呼刚风呼啸而起 所过之处 虚空都为之轻轻颤抖 红云越滚越厚 远远看去 几乎将整个天空遮盖得一丝不露 但里面却隐约透露出一股炙热气息 没有多久后 云雾中赤红之光一闪后 一团团炙热光球 密密麻麻地凝聚而出 并在轰隆声一起后 下雨般地狂落而下了 同一时间 下方青原子双目一睁而开 手臂一动下 一根手指 冲高空一滑而过 扑得一声轻响 一道千丈长青色剑气 应声涌现而出 略一舞动下 竟幻化成一层青蒙蒙光幕 将整座巨台 全都笼罩在了旗下 一团团亮丽红光落在青色光幕上 纷纷爆裂而开 化为无数火花似箭飞射 但方易接触剑光 立刻思思地化为了乌有 根本没有一缕 能进入剑幕之内 不过这些红色光球 明显只不过是天节的开始而已 当数以万计的光球遗落完后 高空中雷鸣声一响 一道道紫金色电弧 又浮下而出 就化为无数雷屎的直批而下 与此同时 那些黑色钢风一凝后 也漆黑一片地往下方一样来 此风尚未得真的落下 里面痴痴声一响 一道道半透明风韧 一波波地狂批而出 一时间 漫天尽时若隐若现的白芒 来得好 青园子一见此目 非但没有吃惊 反而豪心大发般地大喝一声 提表一下放出刺目之极的青光 同时两手冲高空 接连虚点而出 高空中剑目 忽然所有青光一收 重新化为了千余杖长剑光 并就地滚滚一晃后 一条青色聚焦浮下而出 此骄张牙舞爪的漫天一阵狂舞 所过之处 破空声大响 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 竟大发神威地 将所有紫电锋刃 都硬生生一览而下 据台上一脚处的圆摇剑此 当即大喜起来 就在这时 空中忽然又红光大亮 所有红云纷纷稀薄般地消散 路线出一条滚滚流淌的熔岩长河 并在下一刻 河中火浪一起 一片片熔江 颇天而下 声势之大 整个天空都被点燃了一般 圆摇目睹此目 面上笑容不禁僵硬了起来 青园子却不慌不忙地单手一掐绝 从阵旗上涌出的那些符纹 顿时往高空飞窜而去 在滴溜溜一凝后 幻化出一座五色浮阵 这浮阵在法觉一催下 里面嗡嗡声一响 数以万计的五色金丝 从中狂出 从落下戎江中 纷纷洞穿而过 将它们化为鼓鼓清烟消散一空 这时 青园子口中一声长啸 单手莫一拍天灵盖 当即清光一闪 一个身穿长袍的青色小人 从中一冲而出 两只小手一搓 再往高空一扬后 密密麻麻的青色剑气 狂涌而出 每一道威能之大兜 下雨开始一道 青园子很清楚 到了这时 天结的可怕 才刚刚开始展现而已 十日后 以山谷为中心的万里之内的天空 早已被滚滚黑云笼罩的风雨不透 但里面轰隆声响彻震天 连绵不断 并不是有五色光霞 若隐若现 显然此时 天结已经到了最凶猛的时候 万里外的一座小山顶部 三道人影笔直地站立在一棵巨树树根枝条上 向远处山谷静静眺望着 这三人 一个身材高大 一个身穿道袍 还有一个身材瘦靴 正是黄园子 三权道人等三名大成强者 他们早在两日前 就赶到了这里 并开始耐心等候出手的良机 没想到这青园子的大天结 竟然这般厉害 换了本作的话 可没有多少把握 能挨到此时的 巨汉般的不灭天尊 尝出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不错 即使是平道遇到这等天结 十有八九也无法度过的 青园子如此大名头 果然不是虚传的 三权道人 同样神色凝重 黄园子脸上一直阴沉似水 听到二人的这番言语后 却忽然冷笑了起来 就算这青园子神通之大 远在我们三人之上又如何 先不说他能不能真度过此结 就算真的度过了 元气大伤下 又如何能从我们三人 联手下逃生 同样难逃魂飞魄散的下场 这倒也是 青园子就算法力通天 这一次也再结难逃的 不灭天尊点了点头 非常赞同的样子 不过 看这天结趋势 起码还能再持续五六天的样子 我们是不是也开始准备 破除这些外围禁止了 否则真等天结一结束后 青园子很可能立刻隐匿逃掉的 三圈道人看了看山谷方向的黑云 却冷冷地说道 嗯 时间的确差不多了 嘿嘿 以青园子现在的情形 就算知道我们在 破除这些禁止 相信也绝对无法分心塌固的 顶多动用一些后背手段而已 黄园子阴森地言道 后手 我倒想看看 这位青园子 准备了何等后手 他现在动用的后手越多 我们最后对其下手时 就越发的轻松 不灭天尊 狂笑几声起来 本章完 第2413章 真仙将士 敌有其志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我当然明白这道理 一会儿 我们出手破阵的时候 可以将生势弄得大一些 就算青园子能忍住 不动用那些后手 也无法安心应对天结的 三圈道友 等下就要靠你了 黄园子阴沉一笑地说道 放心 破阵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吧 三圈道人文言 傲然回了一句 说完这话 青年道人单手一掐绝 足下顿时躲躲白云 一涌而出 将其身形一拖后 向山谷方向一飘而去了 黄园子和巨汉 见此不敢怠慢 同样顿光一起地跟了下去 三人方向前飞了 不过百余里 忽然四周轰隆隆声一起 附近虚空一个模糊 所有景物一变后 三人一下身处一片参天距林之中 此树林的树木 一个个高约百丈 通体有黑 仿佛黑铁胶筑而成一般 在三人方毅 出现在林中的瞬间 四周巨树当即一阵地震般的剧烈摇晃 向三人纷纷一轻地斜杂而下 尚未真的落下 阵阵进风就先滚滚压下 这等简陋法阵也想困住本座 真是好笑之极 三拳道人一见这等情形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未见啊 动用何等宝物 只是一声大喝 两袖向前方一抖 滚滚黄气 从中狂涌而出 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去 惊人一目出现了 黑色巨树被黄蜂一卷之后 竟立刻如同稻草般的倒飞出去 并在一阵闷响后 全化为沙土般的 直接消失不见了 这时 四周虚空一阵扭曲后 才恢复了原先的景色 三拳道人身形移动 继续向前击视而走 后面的黄原子和巨汉剑此 不经一喜 这一次 三人才一飞出十来里地 下方数个丘陵处 忽然光芒大放 三座母许大小的扶阵一闪地 在丘陵顶部同时闪现而出 里面破空声一响 密密麻麻的火球浮下而出 铺天盖地地 向三人击视而来 三拳道人见此 嘴角一撇 袖中一根手指一动 突然三道碧绿光丝一闪而出 并轰得一声后 化为三根粗大光柱击视而下 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三根光柱 静灵蛇般地 在火球间一扭地一闪而过 狠狠击中了三座扶阵 将其连同下方丘陵 全瞬间地碾为了平地 三拳道人 身形根本没有停留半分 顿光直接从丘陵上方 一掠而过 黄园子和巨汉互望一眼后 笑嘻嘻地跟了下去 显然青园子 所部静止虽然很多 但外围边缘处 却普普通通 是用来对付那些 修为低劣之备用的 只有接近山谷处的那些禁止 才是真正核心 是专门用来对付 同阶大城的法阵 山谷之中 在谷口处正盘坐的严厉 忽然耳边拨动一起 传来了氢原子凝重的传音 严而 且小心 外边有为师的大敌正在闯阵 你拿着我先前 交给你的几样宝物 去主持那十八天煞阵 是 师尊 严而马上就过去 严厉面上一领 急忙起身地 冲高空一里的应声道 此刻山谷中 所有静止大阵 都已经彻底打开了 一层层五颜六色霞光 外加虚空中 狂卷不停的黑色刚风 根本让人无法看清楚 山谷中心处任何东西 除了阵阵雷鸣声 和不时发出的清明之音外 此女再也无法感应到 巨台处的丝毫动静了 你不用担心 有人主持的话 十八天煞阵 起码未能再增两成 足以将外敌阻挡外面数日了 等我一度过此劫 就可亲自对付这些大敌了 氢原子似乎察觉到了 自己这位徒弟的心中不安 竟然一笑地又安慰了两句 严厉闻听了这些言语 心中微微一松 既然师父还能有侠传音给自己 想来应该在天节下 应该还有余力的 他当即不再犹豫地顿光义气 化为一团黄光的破空 离开了谷口 片刻后 严厉站在一座山头之上 身下飘着一件盘撞的巨大法器 上面密密麻麻地插着一排 颜色各异的小旗 而他本人正神色凝重地 看着手中的一面铜镜 铜镜中闪动的画面中 赫然三拳道人正催动一口白色飞刀 上下蛟龙般的一阵飞舞 就将外围一处遍布金光法阵 破除得干干净净 三拳道人在一个闪动后 就从画面中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严厉见此情形 倒吸了一口凉气 戴眉紧皱而起 他虽然知道能被青园子是做大敌的人 肯定也是大成妻的存在 但也没想到对方在阵法上竟有如此高造诣 看来外围静止虽多 但绝对阻挡不了对方太久的 真要想给自家师傅争取时间 也只有靠自己主持的十八天煞大阵了 颜厉心中如此想着 不敢再怠慢了 单手冲身下一招 顿时竖感阵旗一晃 化为鼓鼓青烟的不见了 一盏茶功夫后 山谷附近狂风大作 飞沙走时 地面骤然裂开一道道缝隙 从中狂涌出 阵阵血色色雾气 滚滚一卷下 就将整座山谷四周 全都包围在了其中 接着几声刺耳间鸣后 血雾中鬼哭狼嚎声大起 隐约无数巨大黑影 在里面若隐若现 一股股煞气从中更是冲天而起 竟将天空黑云 硬生生冲散开了小半之多 严厉在短短时间内 就将围绕山谷的 十八座玄妙法阵 全都激发开启了 若是单凭其中一座法阵 对大成存在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这十八座天煞阵 却是别出心裁的连环法阵 阵阵相扣相连 看似面对一座 其实却不得不和 十八座法阵中同时抗衡 如此一来 若不能将十八座法阵 同时破掉 那就只能一座座的耐心破解了 这也是清原子明知道 有大敌闯入杜劫之地 仍能镇定异常的缘由 果然大半日后 当三权道人带着黄原子二人 一路闯到山谷附近 一看清楚 这十八座天煞大阵的情形 当面容一下 有些阴沉了 当黄原子从三权道人口中 也了解到 这些法阵的玄机后 脸色更是一下铁青了几分 这么说 我们必须一座座将这些法阵全都破掉 才能进入山谷中啊 黄原子咬牙切齿地问道 恐怕非得如此不可 不过这种连环阵 最难破的 就是第一座 只要能破掉一座 因为叠加之力减少缘故 后面其他法阵的破解 就容易多了 不过也就因此 这第一座法阵静置 就相当于十八座法阵 相加威能 要破除 真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三权道人略意思量后 回道 哼 秦原子此聊果然狡诈 不过要以为这样 就能难住我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权道友 要破除这些法阵 要多长时间 黄原子哼了一声地问道 要是道友 肯用酒换如一门相助话 大概四日就够了 三权道人思量了一下后 说道 四日不行 说不定青原子 会提前结束天节的 这样吧 关键时候 我动用子母诗音雷 助你一二 必须在三天内 将山谷外法阵 全都扫荡一空 黄原子猙獰地说道 子母诗音雷 没想到 道友连此宝都准备在身了 有此物的话 三天内破掉十八天煞阵 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三权道人闻听黄原子 所说宝物名字 脸色微微一变 但马上恢复如初地说道 很好 不灭道友 你不用出手 在一旁养精蓄锐就行了 回头等和青原子交手的时候 才真正需要你出大力的 黄原子点了点头 转手冲巨汉这般说道 这个不用黄兄说 本作也知道的 清原子的锦门神通 也只有我功法 才能正好刻制一二的 不灭天尊一脸大嘴 满不在乎的言道 黄原子音笑一声 不再说什么的单手一翻转 霞光一卷 一个晶莹剔透的迷你牌楼闪下而出 并手腕一抖地一抛而出 高空中风雷声大起 一团刺目白光大胜后 一座十几丈高的牌楼 从天而降 黄原子身形一个晃动 就一个模糊地出现在了牌楼顶端 单足轻轻一点 牌楼一声轰鸣 就夹带团团雷光地 向对面大阵一飞而去 三拳道人黑黑一声 单手一掐绝后 紧跟着牌楼的射了过去 巨汉用大手摸了摸 头顶上的一根弯角 面露一丝阴笑后 才不慌不忙地徐徐飞了过去 地缘某处沼泽之地上空 忽然虚空中一阵异样扭曲 接着刺耳的尖鸣声一响 一道百余丈长的墨绿剑光 一闪而现 并轻描淡写地一滑而下 沼泽上空当即一声翠响 整个天空竟然应声 被一道绿蒙蒙剑痕 一分两半 接着轰鸣声一响 一艘千余丈长的黑色巨舟 就硬生生从剑痕中一挤而出 一闪地飞入到了此空间内 在巨舟前方的硕大甲板上 一名身穿轻袍的男子 正双手倒背地站在那里 脸上神色异常平静 韩前辈 这里就是你只有隐居的地方 男子背后的一名黑袍女子 用目光扫了四周一圈后 忍不住地开口问道 不错 血泊倒有觉得有些奇怪吗 男子笑了一下地回道 这男子和黑袍女子 自然正是刚从飞灵族那边赶来的韩力和血泊了 本章完 第2414章 真仙将士 窥视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当日 韩力花费了十几天时间 终于有惊无险的驻月龙 这位非灵族大臣 将金木两种极渊金炼制出来 月龙大喜下 对自己许下的报酬 丝毫没有反悔之意 很豪爽地 将新炼制出的极渊金 各分给了韩力一块 并极力挽留 其多在其洞府 住上一段时日 韩力自然推辞掉了 继续抓紧时间上路 并带着其他人 终于来到了地渊空间的一个空间借力 最薄弱处 直接动用悬天斩铃剑 将空间障壁一展而开 催动整艘魔灵圣周 闯了进来 现在血魄听闻韩力之言 奄然一笑地回到 此空间的确十分奇妙 看来前辈的这位至交 肯定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存在 莫非也是一名大臣前辈 仙子这次可猜错了 我这位至交 虽然修为也不弱 但上次和我分手时 才不过是炼虚七修为 现在肯定 还无法进入大城的 不过合体境界 倒是有些可能的 毕竟他现在败在一位 大城之士门下了 韩力平静地回到 大城门下 合体境界 真是令人献傻 当年晚辈 为了进阶合体 和再更进一步 可不知吃多少苦头 甚至现在连本体 都被人封印在了 其他大陆之上 血魄文言 神色有些异样地叹息一声 嘿嘿 仙子何必太过自保了 只是你当年机缘差了一些 等将本体就回后 想再进一步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韩力黑黑地笑了两声 希望真能如此吧 血魄苦笑了一声 韩力微微一笑 不再说什么 而是单手一个翻转 手心中 默然多出一块淡黑色玉碱 并往额头上轻轻一贴 正是其当年 从青原子那里 得到的一分地渊地图 韩力神念在其中 飞快转动鼠变 在向沼泽附近地形 一扫而过后 也就辨明了自己位置 竟然离青原子洞府 并不太远的样子 大喜之下 他将玉碱一收而起后 立刻一催黑色巨舟 发出轰鸣的 向某个方向积视而走了 一日后 当黑色巨舟块 接近青原子洞府 所在区域的时候 正站在船首盘膝而坐的韩力 忽然神色一动地 睁开了双目 脸上浮现诧异的表情 浩强的波动 是大天节的波动 难道有人正在附近 渡劫不成 算算时间 青原子好像也应该 在此时期遭遇天节 莫非真是他不成 韩力口中喃喃了几声后 神色一阵阴晴变化不定 单手一掐绝 身下黑色巨舟 顿时一声嗡鸣 立刻一颤地停在了高空中 下一刻 他一站起身来 单足一跺 提表顿光一起 立刻化为一道青色长红的 破空而走了 这时 巨舟上空 才传来一个朗朗的话语声 你们留在此地 好好看住灵州 我先过去看看再说 话音还在高空中回荡缭绕 青红就就几个闪动地 消失在了天边处 这时 朱果 血魄等人才急忙走出了船舱 向韩力索去方向吃惊望去 以韩力神通 全力催动顿光下 速度之快 自然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不过 他刚才感应的波动处 离其所在 也着实不尽 足足飞了一盏茶功夫 才遥遥地 看到了远处天边的黑色节云 以及隐约听到阵阵的轰鸣声 不对 还有其他大城存在 在往前飞了片刻后 顿光中的韩力 忽然双目一眯 心中一领起来 轻红一个盘旋 顿光一脸 他身形默然出现在了半空中 并若有所思地 朝远处节云下方凝望而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竟然有这么多大城存在逗留在那里 看他们气息丝毫不加掩饰的样子 明显对那杜杰之人不怀好意了 就是不知道 那杜杰之人 是不是清源子 不是的话 倒没有必要烫此浑水的 韩力忘了片刻后 面线一丝异样的喃喃几句 他低手思量了一会儿后 单手默然一拍脑勺 张口喷出一团清蒙蒙精气来 此精气低溜溜的 在其身前一个盘旋后 就一凝地幻化成一面青色金球 而韩力却单手一掐绝 双目一闭合上 但是眉宇间 却忽然血痕一现 一团黑气凭空浮下出 一凝后 一颗漆黑树木浮下出 黑光一闪 一根纤细黑丝 从树木中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后 就消失在前方虚空中 下一刻 青色金球表面霞光一卷 一副清晰异常的画面 徐徐浮现了 韩力紧闭双目 这才重新一睁而开 并往金球上画面仔细一望而去 只见在画面中 竟是漆黑雾气 和一团团闪动不已的紫金雷光 再无任何其他东西出现了 韩力眉头微微一皱 手中法觉微微一摧 顿时金球中画面飞快转动起来 片刻功夫后 就开始浮现出一些树木 山头等其他的景物 好似一个正常人 正在附近飞快扫射一切一般 韩力忽然神色一动 手中法觉一顿 金球中转动的画面 也一下停止了下来 只见在画面中 赫然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血红雾海 而在雾海中 一扇闪闪发光的巨大牌楼上方 笔直站立着三名服饰打扮各不相同的男子 韩力目光一鸣 一眼就看出了 所感应的三名大成气息 就是从这三名男子身上散发出的 这三人 除了那名身高两丈的巨汉 双手暴毙的 在原地不动一笑碗 其他两人 一个正催动巨大牌楼 载着他们 在血雾中 横冲直闯 所过之处 五色符纹涌动不已 将那诡异雾气 逼得纷纷后退不已 最后一名青年倒是打扮的人 背后却浮现三颗巨大盲手虚影 口中分别喷出赤黄青色 三种不同颜色的霞光 那些血雾 一接触这三色霞光 纷纷冰戎般的凭空消失了 而在无边血色雾海深处 却隐约无数巨大黑影闪动不已 一团团血气 从他们身上狂涌而出 似乎正在对抗那牌楼 和三色霞光的威能 韩丽看着用神的时候 那名巨汉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目中金芒一闪 抬手向一侧一扫而去 同时大声立合道 什么人 在鬼鬼祟祟的偷窥本作 话音刚落 巨汉手臂一动 一只黑色大手 向所望方向狂风般的一拍而去 哄一声巨响 一侧方圆母许的虚空 一阵扭曲的爆裂开来 随之 滚滚黑霞 夹带阵阵热风的 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 将附近血雾硬生生的搅个粉碎 如此大动静 黄原子和三权道人 自然不可能没有发觉 目光均都诧异的一扫过来 怎么回事 不灭道友 可发现什么了 黄原子深吸一口气后 将牌楼一停后 阴沉问道 经过这两天 日夜不停的破解举动 眼前这座大阵 已经被破除了近半禁止 他可不想在此时出什么意外的 有人在施法窥视我们 被我一拳破了他的秘书 巨汉冷静回道 是先前那名主持阵法的那个小丫头 黄原子神色一动 缓缓问道 应该不是 那小辈修为不过练须 先前又被我抓住时机 隔空给了一拳 就算不死 也应该重伤在身了 怎敢再用法术偷窥我等 巨汉摇摇头 肯定的言道 这么说 是一位新来客人了 修为怎么样 能察觉几分吗 黄原子眉头一皱 追问了一句 我只是破了对方法术 怎可能察觉对方具体修为的 但其施展的秘书十分高明 远不是那小丫头 可比的 境界多半不会太低的 巨汉露出一丝凝重之色了 这么说 有麻烦了 此人可能也是 一名大成存在 难道是青原子 此聊请来的帮手 三全道人在一旁听到这里 不禁开口说道 帮手 嗯 应该不是的 黄原子神色微微一变 但略意沉吟后 摇摇头地说道 哦 你又怎么这般肯定的 三全道人双眉一条 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很简单 若是我等是青原子请来的帮手 会在这时才现身露面吗 黄原子缓缓说道 这倒也是 要真是那青原子帮手 要么一开始就 直接主持这十八天煞阵来对付我们了 要么就会一直隐藏不出 等等我们破完法阵 真原消耗最大的时候 才出手加以暗算 三全道人歪头想了一下 也就点点头地赞同起来 那这人会不会是这帝渊空间内 隐居的其他几名大成中之一 三全道人 眼珠转了几转后 又这般地问了一句 嘿嘿 帝渊其他大成 应该也不是的 青原子肯在这时候杜劫 自然是抓住了此时帝渊中 其他大成全都不在的缘故 那些家伙 半年前就全被青原子 用各种借口引出了帝渊 没有一两年时间 不会有人返回此空间的 黄原子冷笑一声地回道 若是这样话 来人是敌是友 还真不好说了 而我们现在被困这法阵中 处境可不太妙啊 巨汉面无表情地说道 的确如此 原本想再多拖延两日 再动用那子母施音雷的 看来现在就得动用了 三权道友 你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强行破掉此阵 先看看 来人到底是何目的 再说 黄原子长吐一口气 阴狠地说道 本章完 第2415章 真仙将士 古外大战 上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一颗子母施音雷 可无法现在 破掉这法阵 剩下禁止的 三权道人眉头一皱 提醒地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的 道友请看 黄原子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浮现三颗 拇指大小的圆珠 通体灰白 遍布一根根纤细血丝 显得十分诡异 施音雷竟有三颗之多 道友还真为此行下足了大本钱 三权道人先是一惊 但马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赶紧动手吧 不灭既然破了对方的秘书 说不定这人马上就会赶过来了 黄原子却果断地言道 放心 有这三颗诗音雷的话 破掉剩余禁止 不过是瞬间的事情 三权道人文言 反大笑起来 接着他一张口 喷出三面不同颜色的令牌来 并且单手往他们一点 三块令牌 当即一个模糊的迎风狂掌而起 分别化为了杖许高巨大 道士单手一掐绝 背后三颗巨大盲手 同时一张大口 三股不同颜色光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的 各没入一枚令牌中 三枚巨大令牌的 顿时嗡嗡声大响 无数符文从上面一范而出 在滴溜溜一转的凝聚后 竟分别幻化成密密麻麻的 持许长小旗 足有三四百胆之多 每一感都晶莹剔透 翻面霞光灿然 隐约有一丝 法则之力附在上面 站在牌楼上的黄原子 目睹此景 瞳孔微微一缩后 手心中原本 静静不同的三颗 灰白圆珠中一颗 一颤地向前方弹射而出 另一处虚空中 韩力看着眼前浮现一道道裂痕的青色金球 眉宇间黑色法目早已消失不见 脸上却浮现出丝丝的寒意来 能如此远 就察觉到我的存在 倒也比一般大成强上许多 不过单凭那一击看 修为还是远远比不上修罗诸祖母 那样的强者了 就不知道是否还身负其他什么 秘书和神通了 韩力喃喃了几声后 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漠然多出一张淡金色符露 单手一扬 就化为一道金光的消失在虚空中 接着站在原地不动起来 似乎在静静地等候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后 韩力身前拨动一起 扑斥 一声后 一团惊艳凭空浮现 并火光一盛的汹汹燃烧起来 接着里面传出一个惊疑的女子声音 韩兄 是你吗 你怎么会在附近的 颜仙子 是你 这枚传讯符怎会在你手中 我记得当初离开时 交给原瑶的 韩力听到此声音 脸上一丝亚色闪过 但口中缓缓地询问道 韩兄 真的是你 快快离开这里 我师父正在渡天节 附近有三名大城强敌 在攻打谷外法阵 一旦被牵扯进去 绝难保全性命的 至于这枚传讯符 是原瑶先前交给我保管的 他现在正在辅助师尊抵挡天节 根本无法旁固其他的 严厉声音先是一喜 接着又一下慌张起来 焦急万分地冲韩力大叫道 真是青园子道友在杜劫了 若是如此的话 我反而要 韩力泛起一丝微笑 口中略加地解释两句 但未等到他此话说完 远处山谷附近 忽然传来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三轮直径千丈的灰白骄阳 一下从地面冲天起 一片片灰色霞光 化作庞然巨浪的 向四面狂卷而开 而辉阳附近处 隐约无数巨大光帆一闪而现 并向四周喷出密密麻麻的光丝 锁过之处 一头头面目猙獰的巨大鬼影 纷纷被洞穿而过 化为了飞灰 原本身后不见五指的血色雾海 顷刻间的烟消云散了 不可能 第一座天煞阵 竟然这般快被破掉了 他们 严厉声音一下变得惊恐万分起来 同时那团金色光 似乎也受到影响 狂闪几下后 自行地暴力而开 严厉后面话语 一下嘎然而止了 韩力见此情形 眉头一皱 目光朝山谷方向扫了一眼后 不再犹豫地单手一掐绝 提表顿光一起 就化为一道青红的腾空而去了 破空声一响 青红就十几个闪动地 顿出了数十里外 出现在了山谷附近处 当清光一脸 韩力身形稳稳地出现在了高空中 并向下方一扫而去 这时三颗灰色胶羊已经溃散而灭 滚滚灰白色气浪也带着炙热气息的一卷消失 黄原子等三名大乘身形已经显露而出 正悬浮在牌楼之上 抬手向其上下打量过来 阁下何人 可是为清原子而来的 黄原子目光闪动了几下后 开口了 清原子 嘿嘿 看来三位倒是清原子的仇家 专门为其添结而来的了 韩力没有直接回答黄原子问话 反而淡淡一笑地问道 哼 是又怎样 听阁下口气 难道真是清原子这丝请来的帮手 黄原子哼了一声 脸色一沉下来 我虽不是特意来此的 但和清原子倒有 的确有些交情 既然碰上了 说不得也只能帮上一把了 还望三位看在在下面子上 今日先退去吧 韩力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地说道 看你的面子 阁下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又认为我们三个是什么存在 我和清原子有血海深仇 今日谁敢坏我事情 我就灭了谁 黄原子大怒 目中凶光一闪地说道 阁下和清原子之间 有什么仇恨 我不会问 但是三位要继续动手的话 韩某说不得 只有先代为抵挡一二了 韩力平静地回道 好 很好 我倒要看看 阁下孤身一人 如何同时应对我们三个 最后奉劝一句 道友若是现在肯抽身离开 还可安然无事 否则动起手来 陨落在此 可别后悔莫及了 黄原子脸色变了几遍后 面线很辣地威胁起来 能不能同时应付三位 只有动过手才能知道了 若真有本事让在下陨落 韩某也自认了 韩力轻描淡写的模样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黄原子脸上肌肉略意抽搐 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几乎同一时间 韩力背后忽然传来 晴空霹雳般的一声巨吼 接着波动一起 一只漆黑如墨 拳头一闪而现 狠狠冲韩力背后一杂而下 动作之快 犹如雷光火石一般 一个模糊后 就到了离韩力近在咫尺的地方 韩力却神色不变 甚至连脖子都未转动丝毫 一条手臂一个模糊后 一只金色手掌 就以不可思议角度反拍而出 正好击中了漆黑拳头 天地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黑两种霞光 骤然大声地爆裂而开 附近虚空都一阵扭曲的 嗡嗡作响不已 在虚空模糊中 韩力身形笔直地 站在原地未动一下 但其背后树丈远处 却一个模糊地 现出一个高大人影 蹬蹬地向后连退十几步远 才身形晃了几晃的站稳身形 惊怒交加地 向韩力一望而去 赫然是那位巨汉不灭天尊 几乎同一时间 下方原本站在黄原子旁边的 另外一位不灭天尊身影 却一声闷响后 化为点点黑光的一下消失了 原来在韩力驾驭顿光到此前 不灭天尊 就早施展秘书隐匿在了一旁 好似机偷袭 只是在原地留下一具傀儡替化身而已 但现在 黄原子三人 却有些骇然了 那不灭天尊 想来以身具神力而称霸一方 但刚才直接肉身相碰的一击 却反吃了一个大亏的样子 这实在是大出乎三人的预料 黄原子看向韩力的目光 更是阴沉了三分 但口中却默然一声动手 单手续空冲一招 顿时嗤嗤声大作 无数黄丝从身上狂喷而出 直奔韩力破空击射而来 另一边的三拳道人 则默不作声一掐绝后 同样地出手了 只见青年倒是头顶波动一起 三颗不同颜色盲手虚影 一闪浮现 随之脖子一粗地往前猛然一探下 又就化为三股青烟消失了 下一刻韩力头顶上风云起 三颗巨大盲手一闪而现 血盆大口一张 同时往下方狠狠一咬而去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腥臭之气就先扑面而来 似乎早就与黄原子和三拳道人商量好的一般 被震退的巨汉也提表黑气一茂 身躯就一个模糊的狂掌 化为了小山般的庞然大雾 一声宁笑后 一只大脚一抬冲韩力所在位置一踩而下 屋子般大的巨族通体有黑发亮 仿佛金刚胶着而成一般 方一踩出 表面浮现无数闪亮经纹 同时一股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气息 一卷而出 在不灭天尊 没有偷袭成功后 黄原子等三名大臣 竟同时冲韩力 发起了联手一击 看来 他们心存了一击 就先重创韩力的打算 韩力轻叹了一声 一只手掌只是在身前一抹 顿时一层灰蒙蒙光幕凭空浮现 接着未见其念动何种法觉 背后就金光一闪 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虚影就一闪而现 并腰身一晃地化为了数十丈之巨 六条金灿灿手臂一挥后 就化为无数全影的 先冲那巨族三张血盆大口狂涌而去 迟迟生一击 黄原子放出的细丝 静后发仙智地先击在了那一层灰色光幕上 顿时雨打芭蕉般的闷响声 那些细丝看似犀利无比 但一扎到光幕上 却纷纷一凝地进入数寸之身 就无法再深入分毫了 本章完 第2416章 真仙将士 古外大战 中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韩丽冷笑一声 心中暗自一捏法绝 灰色光幕表面顿时一阵异样波动 惶涌而出 那些细丝亦接触之下 当即一阵的寸寸碎裂而开 这时 金色全影惊涛骇浪般的 往高空一冲后 每一团都蕴含莫大威能 纵然三颗巨大蟒手口喷各种光霞 一个个显得异常凶恶 也在轰隆隆声中 被硬生生地击溃而散 至于另一边巨人踩下的漆黑巨足 被全影连绵不绝一阵猛击后 一阵剧烈摇晃 仍在表面浮闻狂闪中 一点点地踩下 韩丽见此 面上冷芒一闪 未见其有何异常举动 但背后的巨大法香 当即一个模糊的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 不灭天尊所化巨人身后 虚空一阵扭曲 一道高大不下于他的金擦灿灿人影 从中一闪而现 正是范圣法香所化的金身存在 金身三张面孔毫无表情 其中两条手臂 只是一个模糊 就一下诡异地 按在巨人肩头上 不灭天尊心中一惊 肩头猛然一抖 就想要从中挣脱而出 但是金身两只手掌上 忽然紫金之光刺目耀艳 似乎无穷威能 从中一下狂泻而出 不灭天尊 只觉身躯一尘 身形竟不觉凝制了片刻 而趁此机会 金身其余四条手臂 只是诡异一动 四肢同样颜色拳头 就出其不意地 倒向了近在咫尺的巨人胸膛 巨人一声怒吼 身躯突然黑色霞光一卷 一件墨绿色战甲 就覆盖了全身 同时大头一低 头上两只弯脚 忽然一掌地化为 黑色巨人般存在 狠狠扎向了对面 砰砰两声闷响 其中两只紫金拳头 和弯脚一接触下 静一闪地反弹而开 但是剩余两只拳头 却无声无息地 寄在了巨人前胸处 骨骼碎裂的声音 当即爆发而出 韩丽几乎已经将 范盛真魔宫 修炼到了极致状态 外加数种其他秘书家持 所化范盛精身身躯之强横 根本不是一般大成所能想象的 不灭天尊 只觉胸前一热 金光黑芒一阵交织下 表面墨绿战甲 当即一下凹进去 两个硕大声坑去 接着寸寸的碎裂而开 同时 两股巨力一涌全身 巨人庞大身躯一阵 就连声音都未来即发出的 斜下倒飞而出 下方 地洞山摇的一声巨鸣 不灭天尊所化巨人 静硬生生地 没入附近地面树杖之深 大半身躯都被淹没进了泥土之中 而这一切 几乎都雷光火石般的同一时间发生 韩丽冷笑一声 单手虚空一抓 清光一闪 一口轻蒙蒙长剑当即闪现而出 五指一把抓住后 手腕微微一抖后 顿时一片青色剑气 化为剑山般的滚滚而下 不灭天尊 纵然心中惊怒交加 但刚刚被惊身重击下 浑身经脉一时错乱 一时无力躲闪什么 只来几一张大口 喷出一面有黑巨盾 化为一层光幕的挡在了上面 痴痴声大起 那层光幕看起毫不起眼 但竟将寒厉发出的青色剑气 大半都挡了下来 只有数道清光 却远比其他剑气犀利数倍 一闪之下 硬生生洞穿光幕而过 狠狠地斩斩到了巨人的身躯上 血光一现 巨人身上当即多出数道 深深剑痕 伤口之大 几乎将从腰部将一盏数节 但诡异一幕出现了 面对肉身如此重创 不灭天尊 只是一声低吼 巨人身上伤口中 当即无数血丝胶织喷出 以肉眼可见 速度飞快痊愈弥合起来 不灭之铁 韩力面对此景震了一下 但嘴角微微移动后 泛起了一丝冷嘲之意 手中青色长剑一颤后 就要冲巨人 施展更厉害的攻击 但就在这时 其四周空气漠然易景 一根根杖许高翻其 凭空浮现出 滴溜溜移动后 立刻化为一座小型法阵 将韩力正好困在中心处 所有翻其只是微微一颤 立刻无数光纹 从中狂涌而出 韩力只觉空气易景 整个身躯立刻变得其重无比 一层层静置 被凭空施加在了身上 韩力目光往下一扫 也就看清楚了一切 赫然是那倒是单手掐绝 正在催动三面巨大令牌 想用法阵将其困住的样子 至于旁边的黄原子 也掏出了一件赤红金环 表面丝丝红光闪动 似乎想施法 对其加以暗算的样子 韩力脸色一沉 手中青色长剑 和高空泛盛 金身一闪的同时 不见了 接着仰手一声长笑 身形竟在无数金纹翻滚 狂掌巨大 顷刻间化为了 百余丈高的一头金毛巨猿 巨猿只是两条手臂用尽一晃 附近虚空中嗡鸣声大响 一股浩荡距离一荡而开 大半静置 在距离一卷而过后 纷纷地崩溃而灭 组成法阵的那些翻棋 也顿时狂颤不已 有些甚至当场一阵而断 下方三拳道人见此 脸色漠然一变 但手中所掐 法觉丝毫不停 并且口中一声刺耳兼鸣传出 同一时间 韩丽竟在咫尺拨动泛起 三条拇指粗细的小蛇 一闪而现 一个模糊下 就化为三道不同颜色虚影 一扑而上 韩丽双目一扬 一只手掌往身前一横 三根手指仿佛金刚般的 一弹而出 喷喷喷三声闷响 三条小蛇中 两条如遭雷击般的 一颤道飞而出 最后一条赤红色小蛇 却身形一扭 竟诡异地躲过了迎面来的攻击 反而一个模糊后 闪电般地咬住了巨猿 弹出一根手指的指尖 巨猿一声低吼 手掌一个翻转 再一抓 就把那条小蛇抓到了手心中 五指再一用力 就将它硬生生捏抱开来 下方三拳道人目睹此景 非但不惊 反而一喜地冷笑起来 巨猿双臂再次用力一抖 顿时将所有禁之禁术一针而开 残余翻齐 也纷纷一阵两劫 捆树齐的法阵 一下荡然无存了 就在此时 黄原子身下牌楼五色霞光一卷 手中惊环顿时一闪的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影 同一时间 巨猿头顶处缺 忽然五色霞光一现 一团赤红火云一轰而下 里面赤光一闪 一只巨型惊环 一下顺一般地出现在了巨猿腰部 使尽易景 顿时表面赤红灵光大盛 汹汹火焰狂涌而出 将巨猿包裹进了气中 这时 黄原子面上 才露出一丝得意之色来 这惊环看似毫不起眼 实际上 却是他从上古修饰洞府中 得到一块玄天残片 凝裂而成的玄天残宝 他不但能大能小 收缩如意 坚韧无比 所喷火焰更是由数种不同灵验提炼而成 平常修饰沾惹上钉点半星 都会立刻化为飞灰 此刻他借助九幻如意门威力 瞬间用此环套住了韩力 在其想来 韩力纵然不会当场毙命 但被重创一番 自然是避免不了 但是下一刻 火焰中一声轰隆隆巨响传来 整只惊环一下变得掌缩不定 接着狂闪几下的爆裂而开 无数惊片似箭飞射而开 里面赤焰滚滚一分后 金毛巨猿就面无表情地 从中一走而出 全身上下竟毫发未损的模样 黄原子在巨大牌楼上看到这一切 一下惊得目瞪口呆了 几乎不能相信见到的一幕 三权道人见此 也是同样脸色一变 露出一丝骇然 但马上想起什么后 又冷笑了起来 转手冲黄原子言道 黄道友不必担心 此人虽然神通广大 但是刚才被我的化血链蛇咬了一口 此刻早已身中血毒而不自知的 只要再过片刻时间 就会浑身精血凝固 再无法调动法力分毫的 就算实力再深不可测 又能如何 三权凶 此话当真 黄原子闻听此言 自然惊喜交加 在这种事情上 我怎会胡言乱语的 不幸的话 只要频道数完十声 他就绝无法再支撑下去的 一 二 三 黄原子自信异常地说完后 竟真大声数起来 对面空中巨猿目睹此景 脸上仍没有异色 只是一只硕大毛手忽然反手一拍而出 轰一声巨响 一股巨力化为模糊波浪的一击而下 刚刚将伤势恢复如常 从地上爬起半个身子的不灭天尊 竟被此巨力迎头一压下 竟身躯一趴地再次陷入地面中 不灭天尊所化巨人 满脸鲜红似血 口中发出一声类似狼嚎的怪叫后 体表忽然黑霞狂闪而起 身躯一下再涨一劫 浑身青筋暴跳 伸出一根根齿许长的苍白骨刺 形象一下变得猙獰之极 巨人方一变身结束 立刻两手一握 狠狠往地面一砸 附近地面一阵乱颤晃动 竟一下在左右裂开两条黑乎乎裂缝 巨人借着此股力量 却一下从坑中暴跳而出 冲高空一声厉笑后 单足一跺大地 就立刻化为一团黑风的直扑巨人而去 寒历见此 心中微微一皱 但是所化巨人 只是双手猛然一锤胸膛 当即一团金光 从身上击视而出 里面隐约有一个持续小人 双目惊然 无眉无鼻 浑身紫金 正是那只是金虫王 小人方一射出 就冲对面 猛然原目一睁 顿时两道金萌萌见光 从中一喷而出 金光一个卷洞 就一闪地没入黑风中 黑风中 骤然间一声凄厉惨叫 当即一片血雨一洒而下 前两天参加年会了 下午刚回到家 重新恢复更新哦 本章完 第2417章 真仙将士 国外大战 下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是金虫王所画小人见此情形 却丝毫留守之意没有的 食指又飞快连弹而出 一片森然金光 又一卷而出 但这一次 未等其真的没入黑风中 里面就传出一声暴怒之声 忽然一口百余丈长的蓝汪汪巨刃 从中一劈而出 此巨刃形象怪异 略带弯曲 似刀飞刀 似剑飞剑 但一声轰鸣后 表面一层奇寒狂涌而出 声势实在惊人之极 是金虫王 只是神色木然地看了巨刃一眼 原本飞出的金银剑光 顿时一胜 十余道金光竟融合一体 化为一道数十丈 长金红地斩了过去 二者方一接触 只见金光寒气同时一闪 发出扑的一声脆响 蓝色巨刃 竟刹那间地 从中间一斩两劫 那金银剑光竟然犀利如斯 根本不是普通宝物 能抵挡分毫的 没有了阻挡的金光 只是一个闪动 就毫不犹豫的顺势 再次斩入黑风中 一声惊怒的大鹤传出 黑风骤然间滚滚狂卷而起 化为了冲天起的飓风 飓风中呼啸声大响 无数金光再接着狂闪不已 竟硬生生将飓风一展而散 轰的一声 一个巨大身影 接着被金光一击 接着倒飞出黑风中 身形接连晃动几下后 才重新在百鱼帐外 站稳了身形 正是不灭天尊 所化的猙獰巨人 只是此刻的他 实在狼狈不堪 不但身上伤痕累累 一条大腿更是不翼而飞 手中多出了一面 泛着层层黑霞的巨型古盾 也凭空少了小半截 残破异常 而巨人看向远处小人的目光 除了暴怒之极的神色外 赫然充满了深深的忌惮 甚至还含有丝丝的恐惧在其中 纵然不灭天尊受到如此重创 但所化巨人仰手一声长笑后 身上所有伤痕 都在以不可思议速度变淡起来 连那只不翼而飞的大腿 也有无数血丝一喷而出 交织一起的正飞快虫组中 世襟虫王见此情形 经营双目一眯 手臂一抬下 一根手指冲巨人一点出 嗤嗤声大响 刹那间 巨人四周虚空中 忽然无数道无形剑气一喷而出 从四面八方向中间爆射而去 同时 小人身形一动 也轻飘飘地冲对面一飞而去了 巨人脸色一变 口中一声怒吼 一只拳头一锤胸膛 踢掉骤然一层黑色金光飞快流转 身上那些白色骨刺 当即一颤的脱体射出 纷纷化为白芒的 向四周无形剑气一迎而去 而巨人自己 却将手中残破骨盾冲逼近的小人 狠狠一头而出 骨盾一声嗡响 化为一轮灰白光轮 飞射而出一 而巨人接着身躯一扭 一个模糊地从原处消失了 下一刻 远处数百丈处虚空中 波动一起 巨人身形就一晃地重新显现而出 轰一声巨响 小人一只拳头略为一台 就将对面射来骨盾击暴而碎 接着目中 一丝冷意一闪 忽然化为一道惊鸿的 直扑远处巨人 不灭天尊心中一颤 目光一扫身下 那条正在重组的大腿 还是鲜血淋漓 只不过完成了一小半 当即一咬牙的身形再一晃 又瞬移地离开了原处 出现在另一地方 是惊虫王所化小人 却没有就此放过对手的意思 惊鸿一个拐弯 紧追了下去 二者一个暂避锋芒的瞬移不止 一个穷追不放 一时间倒是成了僵持局面 到了这时 另一边的三拳道人 才刚刚将十字吐出口外 但一间巨猿 只是站在对面高空中 冷冷望向他们时 脸色不禁大变起来 不可能 那血毒霸道无比 就是不灭之体中了此毒 也绝无法走出三步外的 你怎会安然无恙的 青年倒是一脸慌张 并不能置信地大叫道 区区一点血毒 就想对付韩某 真是痴心妄想 不过那条小蛇 能咬破我的肌肤 也算是难得至极了 巨猿猙獰一笑了 将被咬的那根手指一抬 另一只毛手 闪电般往上面一拍 扑的一声 一道漆黑血线 从指尖处一个几乎无法看出的浅淡牙痕中喷射而出 那怪蛇血毒竟被韩力瞬间逼出了体外 原本以韩力变身后的肉身强大 即使这血毒真的扩散开来 多半也只是略感身体不适 绝无大碍的 更何况 他先前还修炼过专门克制奇毒的万毒混原身 这些血毒自然无法奈何他分毫了 旁边的黄园子这一切 神色早就变得变化阴晴不定了 但其目光一扫山谷方向 和被试惊虫王毕的狼狈逃窜的不灭天尊后 脸上一丝狠辣闪现 忽然单足一踩身下的巨大牌楼 顿时牌楼一个模糊 化为一抹淡淡霞光的隐秘不见了 巨猿头顶上空 则风雷声一响 巨大牌楼无声的现身而出 上面一同瞬移而出的黄园子 一条手臂啪的一声 从肩头飞快脱落而下 并在掐绝一催下 自行暴力而开 化为一股血雾的飞快没入身下牌楼中 韩丽见此情形 哪知道对方想施展某种极其强大的秘书 琐化剧原目中凶光一闪 忽然一拳冲高空牌楼狠狠一击 毛茸茸拳头方一倒出 小半天空骤然一暗 一股无形灵压救 暴风般的狂涌而出 直奔牌楼和黄园子一卷而去 就在这时 黄园子却一声凄厉大叫 浑身血光一现 无数鲜红血丝 从肌肤中一喷而出 再猛然一纵 就化为一道淡淡靴影的 直接没入牌楼之中 轰一声暴鸣传出 牌楼所在之处的虚空 水中月静中花一般的一阵荡漾 巨大灵压幻化而成的暴风 就从中直接洞窜而过 一口气席卷数百丈之远看 才微能耗尽的一闪消失了 幻化之道 巨猿见此微微一正面上一丝亚色一闪而过 但马上冷笑两声 单手一掐绝 就施展秘术 破除眼前幻术 以他所具有的灵木神通 外加几乎强大 还在一针先存在之上的恐怖神石之力 在其面前施展幻术 自然是在斑门弄斧 自寻死路了 不过就在这时 高空中响起了黄原子咬牙切齿的声音 阁下神通惊人 黄某自然单凭修为绝不是对手 但又何必非要烫此浑水 此行我发下心魔之事 不杀氢原子 此疗绝不会离开明河之地 道友若是现在肯抽身而走 黄某宁愿将前半生 锁攒大半积蓄 加以相赠 否则 就是逼我和阁下 来个鱼死网破了 鱼死网破 就凭你这点换说 剧原文言 杨手狂笑起来 双目蓝芒一闪 一只金色大手 闪电般冲另一方向一把抓出 五指闪动间 隐约丝丝寒芒闪动不已 似乎要近前方虚空 都一把抓破一般 一声嘀吼 金色大手所抓之处 五色霞光一卷 附近虚空一阵荡漾波动 隐约一道血红人影 一闪而逝 当金色大手一收而回后 除了指尖处挂着的 树铝黄色布条 就只有滴滴的鲜血 从肩甲上徐徐落下 这一击 虽然没有成功抓住黄原子 但也让其无法全身而退了 韩丽眉头一皱 似乎有两分的意外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见识一下 九幻如意门的真正厉害 高空中一下传来黄原子 愤怒之极的声音 接着一阵低沉咒语声传后 韩丽四周忽然空间波动一起 酒团霞光一闪 滴溜溜一凝后 漠然幻化出 就九扇一般无二的白色牌楼来 每一扇都有十几丈高 表面晶莹剔透 方一线身 立刻嗡嗡声大响 从里面分别涌出无数血色符纹 略移颤抖后 就忽然幻化成 无数颗拇指大的灰白圆珠 这些圆珠每一颗表面 都遍布一根根血丝 并且忽暗忽明地闪烁不定 同时散发出一股 让韩丽也心中一领的恐怖气息 子母诗音雷 韩丽终于认出了 这些圆珠的来历 心中倒吸一丝凉气 锁化巨猿却单手一掐绝 身上顿时寒光一声 密密麻麻的青丝狂喷而出 每一根都直射向那些圆珠 这子母诗音雷 纵然里面蕴含一些毁灭之力 如此多数量 微能之大连含力 也不敢硬接下来 但是发动却有一个迟缓时间 足以让其动用剑丝 先将它们一掌而开 不过下一刻 巨猿瞳孔就微微一缩 青丝一掌在那些圆珠上 竟纷纷一闪地 从中洞窗而过 仿佛只是虚影一般 幻象 韩力一正 脸上终于现出吃惊的表情 在刚才放出剑丝前 他自然造就用神念灵墓 扫过这些圆珠 可并未发现 这些湿阴雷有些异常的 眼看这些圆珠闪动之下 就纷纷像其大模大样的一飘而来 韩力心念飞快转动 锁化巨猿忽然金光一闪 一只大手再次一抓而出 将数十丈远的一颗灰白色圆珠一把抓在手心中 不对 是实体之物 并不是幻化虚影 巨猿手指方意接触圆珠 顿时感觉手心中一热 脸色顿时大变起来 轰的一声 一团灰色光运一下 在巨猿手指间爆裂而开 并狂涨而起 一股庞然未能在光运闪动中一下宣泄而出 并瞬间将巨猿身形 全都淹没进了其中 可 咱还真是货真价实的宅男 根本不适合住宾馆的 在上海只是待了两天两夜 但在床上只睡着了三四个小时 床太软了 根本无法入睡啊 结果刚一回家 不知怎么的发烧病倒了 希望多喝点水 明天能够退烧掉 一整天脑袋都昏沉沉的 实在够难受的 最郁闷的是 一生病 立刻被老婆赶开了宝宝身旁 根本不让再靠近了 而晚上这一张码得好痛苦 但总算艰难地搞定了 希望大家看书愉快哦 本章完 第2418章 真仙将士 力斩强敌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一声大喝 漠然从光运中爆发而出 接着 两只紫金大手 从中一探而出 再猛然一分 呲辣一声 刺耳兼明 光运竟被两只大手 硬生生撕裂而开 巨猿浑身散发紫金之光的 从中大步走出 浑身上下虽然有些焦黑 但明显并无大碍的样子 原来并不是真正的子母 石英雷 威力只有真正英雷的十分之一 这点威力想要伤我 真是痴心妄想 是传说中的分化 凝针之术 倒是颇有些意思的 巨猿一脸大嘴 嗡嗡地说道 哼 一颗不行 那十颗白颗呢 四周虚空中沉默了一下 黄原子似乎也被巨猿的肉身强横 惊呆了片刻 但马上反应过来的狠狠说道 话音刚落 其他的圆珠微微一颤后 就暴雨般地向韩丽这边击事而来 愚蠢 既然韩某知道这是分化凝针之术 破掉它 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随后巨猿一声低贺 体表忽然无数符文涌现而出 同时束团灵光从身上一飞而出 分别幻化出昆鹏 真灵 天凤 孔雀等几个真灵虚影 然后一个盘旋后 又闪电般地投入巨猿体中 不见了综艺 下一刻 巨猿身躯在紫金之光中 狂涨巨大 肩头两侧和肋下金光狂闪 凭空生出了两颗头颅 和四条紫金手臂 踢表面涌现出一块块金色鳞片吗 额头生出笔直短脚来 寒历镜直接进行了三元涅槃变身 变身后的巨猿 身上发出一股几乎让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接着神色一宁 手臂上一团翠绿之光爆发而出 一下幻化出一口墨绿木剑 并被其一把抓在了手中 正是口悬天斩零剑 此剑只是微微一抖 顿时无数五色符文狂涌而出 四目光芒一闪 一道墨绿光环就从巨猿身上爆发而出 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 强大的法则波动同样弥漫开来 下一刻 墨绿光环就和那些射来的圆珠撞到了一起 瀑布声大作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所有圆珠嗡嗡声一响 表面血光狂闪 就纷纷风化般地化为了飞灰 毁灭之力 玄天之宝 不 不可能 高空中一下响起了黄原子大叫 充满了声嘶力竭的味道 但是就在这时 巨猿面上凝啸一现 忽然三张面孔眉宇处 同时黑气一冒 各自浮现出第三只漆黑如墨的法目来 只是滴溜溜地向那几座牌楼扫了几眼后 手中木剑忽然一束 往其中一座一盏而去 绿蒙蒙见光一闪射出 同时一时间 他其他手臂也一个模糊 向其余八座牌楼 各自呼呼 隔空击出两拳 十几团投炉大金色光团击事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就比那青色见光 先一步地击中了其余八座牌楼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 十几团金光爆裂而开 化为了滚滚金色波浪 将这些牌楼 全都瞬间淹没进了其中 这些牌楼 在金色振波的恐怖威能下 丝毫抵抗之力 没有地寸寸碎裂而开 忽然里面人影一闪 八道虚影静一下 在牌楼残骸中显现而出 但只来急拼命挣扎两下 就被金色振波 硬生生振地粉碎而灭 这时 青色见光一个模糊后 也将最后一座牌楼 从中间一展两半 扑的一声 同样一道淡黄色虚影 分开的牌楼中 慌张射出 一个模糊后 就没入虚空中不见了 在一个闪动 赫然出现在了 千余战外虚空中 三圈修 快出手 我的几句分身全被灭掉了 再不出手的话 黄色人影 自然就是黄原子本体 但刚来急说出两句惊恐的话语 忽然头顶上空波动一起 一只百余丈大的紫金色大手 撕裂虚空浮下而出 并从高处 闪电般一拍而下 黄原子大惊失色 踢表顿光一起 就想顺移地逃离 但是上空紫金手掌中 忽然一层层银色纹阵 涌现而出 滴溜溜一转后 一股无形之力 顿时先一步地遗照而下 黄原子只觉四周空气一景 不但体内法力一下失灵大半 更是一下丧尸顺移而走的能力 仿佛整个虚空 都被禁锢起来了一般 黄原子自然吓得魂飞魄散 口中一声大吼 两手一搓 再一扬 顿时密密麻麻黄芒 往高空击视而出 同时他身上五颜六色的霞光一闪 十几件不同式样的宝物 也同时离体地一飞而出 并轰轰地暴力而开 化为片片光霞的席卷而上 明显黄原子已经起了拼命之心 远处的三拳道人 从听到黄原子求救声时 脸上就现出一丝犹豫之色 并没有马上过来出手相帮什么 在一见到其陷入绝境后 脸色连变数下 心中终于有了什么决定 猛然间单手掐绝 顿光一起 化为一道三色长红的腾空而起 一声长鸣后 就像远离山谷方向的破空而走了 几个闪动后 惊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同一时间 紫金巨手在更多银色纹阵涌现下 终于放出万道霞光的压了下来 无论那些箭矢般的黄芒多犀利 还是十几件宝物自爆后的狂暴能量多惊人 在一接触紫金巨手后 均被硬生生的一碾而溃 黄原子甚至后来又拼命的 连喷十几团精血的 又接连施展数种保命大神通抵挡 人无济于事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巨手 泰山压顶般的将其直接镇压而下 一团血雾一下 在虚空中爆裂而开 随之一团黄光一个模糊 竟摆脱虚空禁锢地 从巨手下方飞逃而出了 一个闪动后 就顿到了数百丈远的地方 在黄光中 隐约一个尺许高的黄袍小人 面容和黄原子一般无二 正是其原因 也只有这种 能施展神游神通的大成原因 才能无视虚空禁锢 这般轻易地 从巨手下逃之夭夭掉 当然这时的他 也已经发现了 三权道人抛弃他人 独自逃走的事情了 心中大骂不以下 也毫不犹豫地 手中连连掐绝 同样身形若隐若现地 朝同一方向顺移而逃 远处 三头六臂巨猿 三张面孔上 同时献出 一丝冷力之意 手中墨绿木剑 只是轻描淡写的 又是一斗 扑的一声 一道绿色月牙状剑芒 一卷而出 又一闪即逝地 消失在虚空中 远处黄袍小人才身形一晃 刚一闪的没入虚空中 附近空间波动一起 月牙状剑芒紧随而现 一闪的 也没入虚空中 片刻后 一声七粒惨叫发出 空中一阵波动荡漾 一团血雾 凭空狂涌而出 里面隐约无数血肉碎块 但全都诡异地漂浮空中 竟无疑坠落而下 砰的一声 一颗赤红火球 从远处滚滚射而来 在血雾中 一下爆裂而开 赤红火焰一下 凶凶燃烧 将方圆母许内的一切 全都化为了飞灰 总算解决掉了 这九幻如一门 还真有一点棘手 连涅槃圣体都动用了 不过那个三拳道士 倒是跑得够快 让其保住一条小命了 三头六臂的巨猿 身形骤然飞快缩小 转眼间就幻化成了人形 转手往三拳道人逃走方向 冷冷望了一眼后 难难了两句 接着韩丽手臂一抬 单手冲远处虚空一招 破空一响 一枚洁白如玉的储物 一下飞射而来 一个闪动后 就稳稳落在了其手心中 他神念往其中匆匆一扫 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表情 单手再一翻转 就将储物灼收了起来 然后才将目光向了另一边的战场 结果只见数十里外的一座小山附近的地面上 赫然多出一座 用无数残肢碎肉组成的血肉小山 滚滚鲜血流淌成河 血腥之气 几乎遍布整个天空 在血肉小山上方 是经虫王所画小人 正静静地悬浮须中 只是一只手中 抓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毛茸茸头颅 看面容 赫然是不灭天尊的首级 只是不知为何缩小至此 这不灭天尊变身后 几乎拥有不死之身 但现在那堆血肉 却丝毫反应没有 明显已经被小人真的斩杀掉了 接儿 你回来吧 韩丽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口中吩咐一声 远处小人听到韩丽此召唤声 神色微微移动 一个转身 一抬腿 就嗖的一声 从原处消失了 一声闷响 韩丽一侧虚空波动一线 小人就面无表情地出现在身边处了 做得不错 不灭肢体纵然厉害 但只要先将其头颅斩下 恢复之力 就要大减多半了 再将原因逼出体外的话 自然就可轻易灭杀掉了 看来在与人争斗上面 你根本无师自通 根本无虚 我在教导什么的 做得好 韩丽扫了小人手中头颅一眼 用赞许的口气说道 小人闻言 面上仍没有什么异样表情 但是冲韩丽一躬身 忽然将手中头颅 和另外一枚黑色橱 啄一下抛了过去 韩丽微微一笑 袖子一卷 就将二者全都射到了手中 不过他目光 只是在头颅上扫了一眼后 就摇摇头的 将其一抛而出 在一张口 一道粗大金壶弹射而出 一声霹雳 头颅顿时在金光缭绕中 化为了乌有 本章完 第2419章 真仙将士 讨人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至于黑色储物镯 用神念网里面扫了一下后 同样一闪的被收了起来 为了以防万一 你去看看逃走的那人 是否还滞留在附近 若是遇见了 就直接杀掉吧 韩丽略想了一想后 又向小人吩咐一声 此经小人闻言 木然地点下头 肩头微微一晃 就化为一道惊鸿的破空而走了 看方向 正是先前三权道人逃走方向 安排好了这一切 韩丽又放出火球 将不灭天尊蚕尸 所化血肉小山化了飞灰后 才朝山谷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这时 整座山谷仍被一座座法阵笼罩其内 一股股强大煞气 在上空盘旋飞舞 仍不容小桥分毫的 刚才和黄原子三人的大战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严厉等人自然不可能 一点都会察觉到的 韩丽想到这里 一手中往附近虚空一滑 当即清光一闪 无数符文从中狂涌而出 低溜溜一转后 就凝聚成一面清蒙蒙的光镜 开始时 镜子表面丝毫影像没有 但在韩丽一根手指一弹 一道金色浮露一闪即逝的射入其中后 顿时里面嗡鸣声一响 镜面上一下印出一名身材娇小的貌美女子 正是严厉 但此女此刻一脸呆滞表情 似乎还无法相信 谷外大战的结果 三名和清元子同一层次的恐怖大敌 竟然被韩丽一人就斩杀的斩杀 惊退的惊退掉 谷外再无任何威胁存在了 言道友 袁瑶和灵师可还好吗 韩丽对这镜子从容地问了一句 家师和袁瑶妹妹都还好 还在抵挡最后几轮的天界中 韩兄 你已经进阶大城老祖了 严厉难难地回答了两句后 总算恢复了几分理智 但仍然静意不定地问道 我若没有进阶大城 又如何能斩杀和赶跑刚才的大敌 既然清元子道友还未杜结完 我就在此地等候一下吧 等其和袁瑶杜结完毕后 再亲自见上一见吧 韩丽淡淡地说完后 不等镜子中的严厉有何反应 就先袖子一抖 一股诡异波动一扫而过 青色镜子一闪地爆裂而开 重新化为点点符文的 消失在了虚空中 随后韩丽身形一动 在附近找了一座小山头落了下来 并随意找了一块干净些的石头 盘膝而坐 他很清楚 虽然自己当年和清元子有过一番交往 并且还有袁瑶这一番渊源 但两者间交情也绝对到不了能生死相托的地步 故而丝毫没有提及 让严厉将尽至现在就打开的言语 而直接在谷外静等天节结束了 他方一坐好 单手一扬 一道清光飞射而出 一闪即逝的没入虚空中不见了 却是一道传音符 韩丽打算用此符通知更远处的莫临圣州上众人 可以过来和其会合了 如此一会儿功夫后 天边轰鸣声一响 黑色巨州仿佛小山般的浮下出了 法阵之中 严厉盘坐在那件盘行法器之上 望着身前一面铜镜上的景象 面上仍满是不能置信的呆滞表情 三日后 当山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黑色节云滚滚散去 传出清原子清朗的长笑 笑声中 充满了无比的欢喜之意 恭喜道友 终于度过大劫了 原本在巨石上打坐的韩丽 一下睁开双眼 并微微一笑地恭贺说道 声音虽然不大 但回荡整个天空凝而不散 丝毫没有被那长笑之声压在旗下 还没有多谢韩道友的相助大恩 否则我怎能这般 不受丝毫打扰地度过此劫 对了 老夫还未恭喜道友 也进阶大成七的 清原子长笑声嘎然一指 但马上大笑地言道 显然清原子即使在渡劫时 无法分身的 但对谷外发生的一切 还是能了如指掌的 否则不会说出这般感激的言语来 道友过谦了 即使再下不出手 想来也准备了其他后手 这些萧小之辈 又如何真能干扰请亲道友的渡劫大计 不过道友现在刚刚渡过大劫 但是恢复下元气要紧 我在外面护发两天再说 以防还有人对道友不利 韩丽不加思索地回道 既然道友有如此美意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两日后 老夫再亲自拜谢道友大恩了 清原子略意沉吟后 也就一口地答应下来了 接着山谷附近静止波动已久 但再无任何声音传出了 刚刚抵挡完天节的他 现在的确最需要服侍丹药 先回复部分元气的 韩丽宁望了山谷方向一会儿后 漠然转手朝极远处 另一座高大山峰看了一眼 极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就回首缓缓闭上了双目 几乎同一时间 韩丽刚才所望山峰上的 一棵巨树下 淡淡虚影一闪 一个名头戴高官 身穿金袍的中年男子 漠然出现在了那里 这男子面容儒雅 寒夏留有半尺上的乌黑常然 竟是当初韩丽 曾经见过一面的明河之地 另一位大成惊艳后 此人原本应该 已经离开了明河之地 但此时出现在了青园子 渡劫的地方 并且一直隐匿行迹 明显是一副 怀有其他心思的意思 不过此刻的惊艳后 望着远远的韩丽身影 脸色阴晴不定 好一会儿后 才长叹了一口气 身形一晃的 就此消失了 在见识到韩丽和 世金虫王斩杀同间的 惊人神通后 这位惊艳后 就算再有所依仗 也彻底绝了原本的小心思 更何况 韩丽刚才那一眼看似普通 却让其心中一阵莫名乱跳 隐约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自然更不敢再在原地 躲藏下去了 片刻功夫后 这位惊艳后 就出现在了万里外的高空中 并化为一团精光的 往自己洞府飞射而回了 真想不到 数百年前才不过 合体境界的小家伙 不但境界 成了和本王一样境界 还能这般轻易地斩杀同阶了 那紫禁小人也厉害非常 不知何等恐怖的存在 惊艳后在一边催动顿光而行 一边脸色阴沉地默默思量着 两日后 一座古朴典雅的大厅中 青园子满面笑容地端坐在主位上 并冲对面坐着的韩丽 平平敬酒不已 他虽然脸色略有些苍白 气息略有些不稳 但是精神却异常地好 原瑶和严丽二女 站在青园子背后处 用好奇的目光 不时打量着 韩丽后面站着的血痕 猪管等人 在先前抵挡天洁的过程中 原瑶虽然按照青园子要求 直接出手相助了 但自身并未遭受任何反噬 走出山谷的石祸 浑身上下都毫发未伤 不过在刚知道 韩丽进阶大成事情时 原瑶此女如同 和严丽一般的亥然 小嘴张口半天 都无法合拢得上 韩丽目光在原瑶脸庞上 一扫而过的时候 自然下意识地 回想起了对方 震惊时的可爱模样 不禁微微一笑 说实话 我虽然知道 道友资质不凡 但也万万没有想到 才这些年没见 就已经进阶到如此境界 并且还可以斩杀和老夫 差不多境界的强敌了 看来 当初老夫对你的评价 还是太低了一些 清原子冲韩丽这般说道 清道友多想了 我的资质的确一般 要不是曾冒险进入魔界一趟 得到一场天大复原 又怎可能这般 顺利进入大成境界的 倒是清道友度过此劫后 以后修为定可更进一步 说不定大有机会 飞升仙界的 韩丽似笑非笑地说道 不是非常之人 又怎可能得到非常机缘的 起码一般合体修士 绝不敢进入魔界冒险的 这说明 韩道友无论心性果断异常 远不是寻常人可比的 至于老夫度过了此劫 能侥幸再多活上一些年头 飞升仙界 却是想也不敢想的 韩道友如此年轻 就拥有现在的境界和神通 倒是大有可能的事情 清原子连连白手不已 哼 飞升仙界此等事情 对我来说 也是极其遥远事情 不经过数万年的长久苦修沉淀 是万分之一可能都没有的 韩丽谦虚地回道 哼 数万年对我等来说 是转眼就过的事情 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韩道友要真想 有意飞升仙界的话 一些必要准备 还要趁早提前做好的 清原子肃然地说道 哦 清道友莫非知道些什么 韩丽神色微微一动 老夫毕竟比你年长一些 多知道一些事情也是正常 另外 道友若真想挨到飞升仙界的一天 自己本身大天节 也要早早加以准备应对之策了 以防到时出现个万一 韩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 老夫愿意将一些心得也讲出来 和道友共同探讨一二 清原子不加思索地说道 好 那在下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韩丽自然不会拒绝这等好事 当即满口地答应下来 就这般 下面的时间 韩丽和清原子 一句我一句地说起 飞升仙界和杜劫的事情来 二人这一交谈 足足近半日之久 才一犹未尽地结束了相关话题 这时 韩丽才将目光往原谣身上扫了一眼后 忽然平静地向清原子说道 清道友 我这一次来 原本只是想顺便看看 道友和原谣严丽 二位姑娘 近况如何的 原本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现在道友既然已经度过天节 二位仙子 也已经恢复了原本的人族之身 我想将他们就此地带回族中去 不知清道友 可肯通融一二 本章完 第两千四百二十章 真仙将士 赤戎山脉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韩兄 这话说得太见外了 雅儿是我一女 丽儿则是我清传弟子 他二人若是想要离开此地的话 自然随时都可以的 不过以我的建议 他们最好还是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 再回你们人族更好一些的 清原子想了一想后 说道 哦 这话怎讲 韩立文言有些意外 目光朝圆摇严厉 脸上扫了一下 二女互望一眼 都露出一丝苦笑之色来 此事还是让姚儿亲自给你解释一下吧 省得老夫月祖带袍 让道友有什么误会 就不好说了 就不好说了 姚儿他们自己愿意 现在就离开 我绝不会有二话的 清原子正色地说道 韩兄 我二人现在恐怕真不能马上回到族中的 起码还要多留在义父这边 二三百年时间才行的 至于其中的缘由 你仔细查看一下我姐妹现在的肉身 就可明白了 圆摇一看 韩立目光望了过来 轻吐一口气地说道 肉身 韩立有些奇怪 马上一股无形神念之力一放而出 将圆摇郊躯一照旗下 结果片刻功夫后 他脸色微微一变了 原来你们肉身有些不稳 难道当初的逆转 还有什么后患不成 韩兄真是慧眼如炬 当初家事虽然炼制了几种特殊丹药 将我二人肉身逆转了过来 但毕竟我和师妹的半人半鬼之身 维持得太长久了一些 还必须借助明河之地的两种特有灵物来 不断滋润现在肉体 才能最终凝固无碍的 若是现在 就离开的话 恐怕会有前功尽弃之忧的 严厉仔细地解释了一番 原来如此 若是这样的话 的确不适宜 现在就带你们两个离开了 韩立点点头 有些恍然的样子 韩兄放心 瑶儿和莉儿两个丫头 在这次天结中 对老夫都算是出了大力 我原本就打算 等天结过去后 传授给他们几门真正的大神通 在这边多待上百年的话 他们绝对有天大的好处 以后就算进阶到你我这样的境界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清原子微笑地说道 义父 我和师姐真的也有修炼到大成境界的可能 袁瑶听了此话 脸上一喜 旁边的严厉 也有一分的怦然心动 哈哈 别人不好说 你们两个丫头 却肯定会有那么一次机会的 不要说有老夫的尽心指点 就是单以你们和韩道友的渊源 有他伸手相帮的话 这机会自然不是一般 修饰可比的 韩道友 你说是吧 清原子面露一丝狡黠之色的言道 原来清兄将主意打到小弟头上了 不过日后 元瑶二位仙子 真有要冲击大成境界的一天 韩某自然尽力 助他们一臂之力的 韩力哑然一笑起来 清原子单手一撵胡须 哈哈大笑起来 元瑶美目望向韩力 一对明眸秋波流动 隐含一丝异样情愫在其中 严厉也满脸欢喜之色 对了 老夫先前 在渡劫时 曾分神看到一个紫禁小人 在谷外催动数种犀利异常见气 竟将那不灭天尊轻描淡写的 就斩杀掉了 这小人的气息 老夫颇感熟悉 但不知是何来历 道友能否刺教一二 清原子忽然想起了一事 神色疑速地问道 呵呵 原来道友在问今儿的事情 看清兄 应该已经猜出了几分吧 韩力不置可否地回道 难道真是那世金虫王 你竟真培育出他了 不错 也只有此虫王才能斩杀一般 大成如斩杀狗一般 可比真仙的威名 果然没有半分虚假的 可道友是如何做到此事的 清原子纵然心中早有两三分预料 也不禁一下失声出口 脸色连变了树下 在下能培育出虫王也是侥幸之极 让我用同样步骤手法 培育第二次 多半也不可能的 其中 还要多谢清道友以前的指点 否则更是真的一点机会没有的 韩力微微一笑 冲清原子 略移抱全地称谢道 老夫当年也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 没想到道友 竟然真就培育出这种逆天灵虫了 果然不愧为有大纪元在身之人 有了此虫王相辅的话 道友就足以纵横整个灵界而无忧了 对了 韩道友可否将其召唤出来 让老夫见上一见 清原子苦笑一声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之意 清道友说笑了 灵界何其之大 族群何其之多 不知多少大能之事 隐藏其中 一头虫王纵然厉害 又如何真能作为依仗的 至于这头虫王 先前被我放出去了 等回来 再叫来给道友见上一见 韩力摇了摇头 不以为然地说道 韩道友实在太谦虚了 清原子文言 大喜起来 这个敬情道友放心 对了 清道友可否知道赫连伤盟 韩力不经意地又问了一件事情 赫连伤盟 这可是横跨数个大陆的超级势力 对其倒是了解一些 但也并不算太多 怎么韩道友和他们 也有纠缠吗 清原子微微一惊 纠缠倒是没有 不过也许今后 需要和他们打一下交道 所以希望提前从道友这里 知道一些相关资料 韩力轻笑地说道 这个简单 老夫回头就将所有相关资料 制成预检 专门再给韩道友送过去 清原子满口地答应下来 如此 韩某多谢了 韩力自然十分地高兴 下面的时间 他和清原子又交流了一些度劫的心得后 一行人最终在其洞府处站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当韩力刚走出锁住食屋的大门时 外面正静静地 站着一名貌若天仙的白衣女子 一见她走出来 当即嫣然一笑地说道 韩兄 今天瑶儿单独陪你一天如何 七日后 明河之地某片荒地上空 轰隆隆声大响 忽然一道绿蒙蒙的晴天见光 一扫而过后 灰蒙蒙虚空竟硬生生地被一盏而开 现出一条奇长的漆黑裂缝来 下方原本一直悬浮在低空处 黑色聚洲 当即嗡嗡声一响 徐徐地向漆黑裂缝一飞而去 几个闪动后 就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片刻功夫后 天空中一阵震荡 黑色裂缝徐徐地弥合如出了 在离此不远的一片乱石堆上空 圆瑶严丽二女 一直静静地目睹着这一幕 走吧 你的秦哥哥已经离开了此空间 妹妹 你也不用恋恋不舍了 只要你我再多等两百来年 将肉身真正凝固下来 就可回到人族再见到他了 哥哥 你不会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了吧 严厉忽然发出 哥哥轻笑地说道 翠 什么秦哥哥 我和韩兄之间 一直都很清白的 倒是这几天 我看 你对韩兄偷望不已 不会也春心荡漾 有其他想法了吧 圆瑶脸色一下飞红起来 清脆了一口的反击道 我是多次偷看韩兄了 但和妹妹 你的目的可大不一样的 姐姐只是好奇 韩道有看似毫不起眼 但怎么修炼这般逆天 这般快就成为了和师父他老人一般的存在了 严厉毫不在乎地说道 哼 谁知道你是不是口是心非 哥哥 那要不要姐姐将心掏出来 先给妹妹看上一看 不过看了之后 妹妹可要对姐姐我从此负责到底了 二女一阵地贴身嬉闹起来 赤戎山脉是风源大陆一处颇有名气的林地 此山脉连绵数百万里 但和其他方不同 此处十座山峰中几乎有近半都是火火山 有些甚至中年喷吐赤红熔岩 或者淡黑色的火山灰 让山脉大部分地方不但寸草不生 而且炎热无比 但与此相应都是 赤戎山脉却盛产各种品质的火属性零食和矿材 以及一些外界还能见到的质养属性的灵药 故而 此区域虽然因为火山爆发无常而十分危险 每年仍能引来大批的外来之客 这一日 山脉边缘处 一座刚刚喷发过的小型火山附近 一大群服饰容貌各异的一族人 正趁着火山停歇的瞬间 纷纷涌进了附近的洼地之处 三五成群的公身寻找各种火属性零食和材料 每当火山爆发 自然有一些低阶材料 直接随着火山灰一喷而出 散落附近区域内 这些一族人 修为均都不高 大都不过炼气漆的实力 偶尔有几个境界最高的 也不过堪堪刚住击的样子 如此低的实力 怪不得只敢在赤绒山脉边缘处寻找低阶灵物 而不敢进入山脉更深处一点的 忽然一名声有四耳 皮肤焦黄的一族人 神色一动 觉得四周阳光似乎一下暗淡了许多 当即抬手往天空望去 结果脸色刷得变得苍白无血 同时口中发出一声难鸣的尖叫 附近的其他一族人 一听此声音 也均都下意识 手中动作一停 同样往高空看去 结果所有一族人 一下全遍地目瞪口呆起来 只见离离他们万余杖的高空中 不知何时地 多出了一艘千余杖长的黑色巨舟 无声无息 仿佛巨岛般地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而在巨舟之上 隐约有众多身材高大的傀儡假式走来走去 看起来密密麻麻 一时间根本数不清楚 气势好不惊人 下方这些一族人 即使在本族中也是最低阶修炼者 何曾有机会 见到这般巨大的飞行法器 和如此多的 自然一个个变得张目结舌 心中惊惧交加 本章完